他一犯剑我就看不住了 他犯什么剑 他犯什么剑 父王您比我清楚啊 混账 这个老头就是吴国大王和驴 因色性大发他竟强暴了自己的儿媳纪婉 而这纪婉身份也不简单 乃是来吴国和亲的越国王女 于是受辱过后 纪婉便趁着所有人不注意逃离王宫 向着故国而去 和驴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 此怪太子伯竟然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可被父亲戴了绿帽子 又跑了老婆的太子波也感到委屈 于是刺了和驴几句 我本来能看得住 那他为什么逃跑了 他一犯剑我就看不住了 他犯什么剑 他犯什么剑 父王您比我清楚啊 混账 行一巴掌的太子波 越想越委屈也活着去了 和驴为老不尊 说自己一辈子都不服气 和驴冷笑一声 好啊 那我废了你的太子之位 看你服还是不服 太子波一听这话直接吓抽过去 和驴剑子越发瞧不上他 与此同时 季宛出逃的消息 已经传回越国之中 监国太子 已是未来的越王勾剑 赶忙召集大臣开紧急会议 商讨究竟要不要派人前往边境迎接季宛 可却没想到 大将军石买镜仗着手握兵权 公然迟到完全没将勾剑放在眼里 已经当了一年监国太子 却仍然没有实权的勾剑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好 我们等他 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 石买终于姗姗来迟 进门就装模作样请了个罪 勾剑暗耐住心中的怒火 直接进入主题 询问他究竟该不该赢季挽回来 石买皱起眉 开始打马惠尔 说赢就会彻底得罪吴国 不赢就会间接向吴国认输 所以两种选择都不好 这说了就跟没说一样 勾剑有些不耐烦了 直接逼问 到底是赢还是不赢 石买眼珠子一转 也纷纷赞同 勾剑听门大怒 石买一听 当即改变主意 从怀中掏出虎符交给林姑符 让他速去边界迎为王女 与此同时 吴王和吕也加派人手 企图将祭腕拦下 但经过一夜的急迟 祭腕已经抵达吴越边界 眼看就能回家 以外发生了 吴王公子夫差追了上来 他三下五出二就杀掉所有护卫 将祭腕拦了下来 并再三劝他跟自己返回姑苏 而这么一耽搁 吴越的大队人马都赶了过来 气氛开始凝固 眼看着即将打起来时 吴国退兵了 原来是吴向吴子 续提出建议 放祭腕回国 再以此为借口 让王子类大军压境 这样一来 罚越的借口有了 二来也可以考察下 王子类的办事能力 毕竟太子波不堪大用 和驴答应了 祭腕这才回家 只是回来真的好吗 王和驴一时兴起 竟强暴了 嫁给儿子的越国王女 王女不堪受辱 连夜往越国逃去 勾剑得知此消息后 赶忙派兵将妹妹赢了回来 可哪知 和驴在吴子虚的建议下 直接派遣王子类帅五万大军 驻扎在吴越边境 再派使者索要王女即晚 不然就开战 勾剑得到军报后 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上他提出 要与吴国一战 因为明尼尔人都知道 吴国早就对越国有觊觎之心 即晚出逃 只是国民正大的发兵理由而已 所以就算这次不战 还有下次呢 而此话一出 参加会议的大臣们就开始反驳 有人说 王女出逃本就失礼在先 怪不得人家生气 能忍就忍啊 还有人说 咱可用之兵也就三万 拿什么跟人家杠 更有人说 用一个女人解决的事 就不要闹大 总而言之啊 就是不想战 勾剑叹了一口气 你们的意思我全懂了 那有没有建议我 对无一战的人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理由 众人回头望去 来人名叫福童 他表示道 吴国陈兵边境五万人 其目的怎么可能 仅仅是要回一个女人 他们就是想要趁机押服我国 而我们一旦示弱了 那么以后便再也抬不起头 所以此次不能退 只能硬杠 勾剑听到这话 激动的拍起了桌子 总算有人与我心意相通了 然后便打发走众位大臣 与福童私聊 从他那里 勾剑得知 义和的大臣背后都有将军石买的影子 若不是他暗中搞事情 局面也不至于一边倒 勾剑直接气笑了 又是这个老东西 只会弄拳 却不愿意做实事 还贪生怕死 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一无所有 可勾剑哪里知道 石买已经提前准备了清洗 因为他进宫求见了岳王允昌 虽然此时是勾剑监国 但是他毕竟只是太子 不是王上 所以石买直接来了招府邸抽薪 成功劝说岳王将王女送回去 平息吴国怒火 所以这天午后 岳王亲自来见了勾剑 并告诉他 去告诉你的王妹 不要因为他一个人 搞得我们大家都不得安生 为什么父王不亲口告诉他 寡人老了见不得眼眉 可是王妹回吾是必死无疑啊 他若不回吾 岳国必死无疑 勾剑有点心凉 但思来想去还是打算再争取一次 于是他深夜仇见岳王 企图让他改变主意 但很可惜失败了 与此同时 太子妃雅渝正陪王女祭婉聊天 没办法 吴国大军压尽闹得沸沸扬扬 总有些人在祭婉面前说闲话 在背地里责怪他 雅渝就是来安慰他的 可哪知 这不安慰不知道 以安慰还真就把祭婉出逃的原因 问出来了 雅渝听完不可置信 流着眼泪去找勾剑 太子 王妹真的不能再去吴国了 你这是在说笑吧 他回去了 天下 从此 太平了 他如果在吴国受的是苦难呢 人生谁无苦难呢 如果他受的是羞辱呢 你这话我不明白 吴王和吕为老不尊 他竟强放了你的妹妹 勾剑不可置信 询问雅渝 这话可是继婉亲口所说 雅渝哭着点点头 是 是他说的 勾剑气急 怒好道 那他为什么不找父王 为什么不找他的父亲 他是他的女儿啊 雅渝一把抓住勾剑的袖子 太子 这王上真的能改变吗 勾剑失了眼眶 如果他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 可以保护越国 太子 你先别着急 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 我没有办法 除非他去死 太子 不可乱言 你什么乱言 吴国五万大军压境 都说他是私自逃回国造成的 这不过是吴国的一个借口 可是满朝文武 胆小怕是不敢应战 你现在逼我留下他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我立刻登机 成为越王 然后举全国之兵打回去 勾剑说完转身离开 雅渝剑词 扑了上去 太子 现在只有你能救王美 不能救他 他就得回去 他不能 再让我们越国人丢脸 而且 我倒要看看 他回去了 是否真的 能换来我们越国的太平 就这样 次日一早 在众位大臣的注视下 越王允长亲自送季晚上了吴国的马车 果然是无情帝王家 亲生女儿也可以坐筹马 亲眼见证这一幕的勾剑 开口嘲讽 父王 父王 你不光是个好大王 还是个好父亲 只是越王的卑躬屈膝换来的 却是吴国的变本加厉 他们直接狮子大开口 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 吴国此次出征 所用的良赏 越国必须三倍赔偿 其二 割让石门红城等五座城池给吴国 最后越王必须亲自向吴王屈膝谢罪 这三个条件是真的绝呀 每条都精准踩中了勾剑的雷区 偏偏在这时候又传来消息 王女纪婉在抵达吴越边境时 趁人不注意 一头撞上了戒杯 当场死亡 而无人任由尸体躺在那 理都不理 勾剑对纪婉的死亡早有预料 只是他没想到 无人竟然如此的丧心病狂 于是他亲自赶往边界 送纪婉入土为安 而这一连串的事情下来 让勾剑彻底恨上了吴国 成天阴沉着一张脸 一手促成吴越和谈的大将军 石买剑子 打算来招以退为进 他带着大将军印求剑勾剑 表明自己要告老还乡 勾剑看着他演戏 还真就同意了 收下了印章 此事很快就传到了岳王的耳朵里 岳王对这件事非常不满意 因为身体的原因 他不得不提前让勾剑处理国家大事 所以他很不高兴 于是故意抬出石买 让他与勾剑打擂台 自己则在后方坐山观虎斗 现如今石买被卸直 而勾剑又因既晚一事对自己有怨 岳王难免担心 勾剑会不会大逆不到直接弑君呢 毕竟这种事发生的也不少了 岳王思索办上最终做了一个决定 正巧这时 吴国元帅王子泪不讲武德 直接率兵攻占了岳国石门关 岳王眼珠子一转 先是赐了与勾剑政见不同的石买一柄天子剑 再以平息吴国怒火为由 废了勾剑的太子之位 并让石买监国 勾剑听完圣旨嘲讽道 你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篡权夺位了 老父之心为天地可见 天地可见而等当诸 大王是让你好好深思自行 深思自行的应该是大王 石买没话接了 那就直接转移话题 命灵姑扶送勾剑去向岳王请安 勾剑丢下一句 胡已经将王女祭婉埋在了吴越边境后转身离开 来到了岳王请宫后 看到老头子躺在床上勾剑深吸一口气上前请安 父王身体安好 还好 望父王早日康复 我死不了 可是 既晚却死了 为了我岳国的安宁 王二是死得起死我呀 勾剑冷笑一声 可既晚死了也并没有换来吴国的安宁 岳王当即开始甩锅 那还不是因为你 你自以为是争强好胜 一心一意想要与吴国争个高低 所以才惹来这些麻烦 勾剑听此询问道 那父王怎么不杀掉我呢 岳王笑了 是父的我听说过不少 可还没听过杀子的 废了你就是惩罚 也是为了避免与吴国一战 勾剑是真不明白了 这吴越摆明这友谊战 糟打比丸打好呀 为什么父王你总是要自欺欺人呢 岳王看向他 就冲你这句话 废你废对了 王可以废掉我 既晚也可以死 但是 岳国危在旦夕 现在石门关已经 那是寡人自己的事情 你深思自行吧 勾剑深吸一口气 转身离去 这次他真的是对岳王彻底失望了 回到寝宫后闭门不出 与此同时 岳王再次派人与吴国元帅王子泪交涉 表明岳国已经将所有条件做到 吴国也该一诺退兵了 可那只王子泪就是个无赖 他又拿出寄完死了来说事 表明岳国压根没有和好之心 所以拿个死人来做戏 因此他不退兵 除非再答应他一个条件 那就是岳国彻底臣服于吴国 否则大军将指导岳国王城 从史臣口中得知此事的史买 也有些生气的 虽然他一直都支持和谈 但是吴国这得寸禁止的吃相 实在是太难看了 更何况 臣服性质不一样 真答应了 岳国就再也抬不起头来 但你要是真站起来硬杠 实买又没那个胆 于是他只能拖延时间 企图想出两全其美之策 但他忘了啥都想要 可能最后啥都得不到 而就在这时 楚国派遣使者来了 吴越两国边境对之一事 在各国之间传得沸沸扬扬 楚王知道此事后 当即派遣使者文仲前往越国 表明结盟之势 并且还特地成兵两万 与吴楚边境以表成意 同时也减轻了越国的压力 至于楚王为啥这么做 他当然也不是因为好心 而是不得已 原来啊 吴国现任相国吴子叙 本来是楚人 但奈何当时的国君听信谗言 将武将灭门 唯独吴子叙逃到吴国 偷靠了河驴 之后他便兢兢业业提高吴国实力 最后率领吴兵 向楚国打去 直接占领了楚国国都 要不是秦国身出援手 楚国可能就亡了 也就是说 吴楚之间有深仇大恨 俗话说得好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所以楚越之间关系倒挺好 当然更重要的是 一旦吴国吞并越国 那他们吴国的实力更加强大 楚国就危险了 在那年代 纯王齿寒从来不是说说而已 所以楚王自然得有所表示 而文仲抵达越国后 就一力劝说 监国将军施埋与吴军反抗到底 千万不能举手投降 毕竟站在他的角度来说 吴越大战 说不定楚国还能捡个漏 但可惜的是 施埋是个坚定的组合派 所以特别不待见文仲 直接让他坐了冷板凳 文仲没办法 只能去找勾剑说说 可连人的面都戒不到 与此同时 楚国陈兵的消息 传到了吴王的耳朵里 吴王呵呵一笑 看来这个楚王还没被我们打怕 以老陈看来 楚王发着两万兵 确实因为害怕 他怕什么 他怕越国被我压服了 他会失去一个战略盟友 可这两万楚兵 能给我造成什么压力 大王 这正是楚王的无能之处啊 他既怕失去越国 又担心与我开战 所以只出两万兵 想露了脸 做给越国看 既然如此 吴王决定 直接将这两万楚军吞了 给楚王一个教训 也让越国看场好戏 向国无子续听此 赶忙发言 大王 臣有一个好主意 您可以让王子泪率军反国为名 率三五千人 大张旗鼓地返回王城而来 用此迷惑楚人 而王子泪则率领主力 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西北方向偷袭 楚军做梦都不会想到 我们会不打越国 转手打他 吴王天丸 眼睛一亮 当即派人给王子泪传信 让他按计划行事 几天后 吴军撤退 消息传到石买的耳朵里 他高兴不已 赶忙进攻给越王报喜 越王也分外高兴 一顿瞎分析 说是吴国内肯定出现了大问题 才撤军 他还让石买赶紧抓住这个好机会 将一和一事彻底敲定下来 石买领命 不过也有些真正的聪明人 看出了不对劲 比如勾剑他就觉得 吴国退兵是为了搞更大的事情 但很可惜此时的太子之位备废 也只能再寝宫 白白担心 啥也做不了 一听吴国退兵 越王高兴得不行 主动割地赔款给吴国送礼 然而还没高兴几天 边关就传来消息 原来吴国并未退兵 而是在主将王子类的带领下 转了个道 突袭了储君军营 并取得了胜利 之后吴国大军再次返回石门关 对越国虎视眈眈 收到了信的越王 没了好心情 他找来几个老臣 对他们说道 都怪那个主战的勾剑 这才造成如今的场面 也不想想我们越国国力贫弱 压根就没有那硬杠的实力 吴国不就是想让我们 奉他们为上国 再每年都上些贡吗 给他就是了 不要紧 咱们还有子子孙孙 吃一点东西算啥呢 再说了 这国家大事多变故 想当年齐桓公 用管仲称霸 可齐桓公一死 七国的霸业 很快也就瓦解了 现在五国因合力而强 可他年纪大了 活不了多久了 一旦有新主上位 蒲国也就那样吧 几位老臣听完 心里不是个滋味 但面上还得称赞 大王盛民 紧接着几人 将这消息传达给了 正在大殿等候的众位大臣 有人立刻炸了 一向能言善变的石埋也没话说了 他虽然一直组合 但说实在的 也没想象吴国臣服 欲望这事错的确实垃圾 大殿里的局势越发失控 这时有太监禀报 大王有请众位大臣 众人这才安静下来 跟着石埋进了岳王请宫 不过刚才率先发言的 福童还有浩敬等人 却直接转身出宫 因为在大殿议事 好歹是王政 可去了请宫 却是家之政 不去也罢 而岳王看到这一幕后 气得不行 但面上还是不动声色 只是询问石埋 为啥有几张熟悉的面孔 今天没有来啊 石埋敢忙着不 说是福童浩敬等人 可能是身子不舒服 就提前回家了 岳王笑着说道 不是就不是 哪来这么可能 既然不是 那就好好在家休养 今后也不必上朝了 紧接着 岳王又与其他人友好 唠嗑 中途还提起 臣服无国一事 这次再无人敢反对 没办法 岳王这手杀鸡敬猴 玩得很溜啊 没人想 一辈子不上朝啊 而当所有人都走后 岳王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今天缺席的那几人 都与自己的嫡长子 勾剑关系好 而勾剑又早对自己不白 如今臣服无国这事 他做的也不地道 他开始害怕 把勾剑联合大臣 提前将自己拉下王位 于是岳王有了一个想法 费掌利诱 自从大病一场过后 岳王允长的身子 是一日不如一日了 于是他终于决定 提前退位 但可能真的是年纪大了 开始糊涂了 允长不仅费了 敌长子勾剑的太子之位 还寻思着 将小儿子鸡块扶上王位 费掌利诱 本就荒唐 更重要的是 鸡块还是述出 要真的登上王位了 岳国必将大难临头 于是大臣们 对于这个决定 都非常抵制 但岳王远长一意孤行 还特意拉拢了 大将军师买 让他务必辅佐好鸡块 太史浩敬见此十分着急 找到福同商议对策 两人决定 私底下拉拢朝臣 一定要阻止此事 为此福同还特地进攻 找上鸡块的母亲 同时 已是他的亲妹妹唐力 让他劝岳王 放弃立鸡块为王 可唐力完全听不进去 他认为鸡块要是能当王 那也算是为家族 争了光 养了名 福同气个半死 为了让你的儿子登上王位 你不顾岳国的安危 你图谋私利 你知不知道 就因为你和大王图谋私利 岳国几乎国将不国了 哥哥 让鸡块登基为王 是大王的主张 国将不国也是废太子的 胡作非为所致 你为何要将所有罪责 怪在我的身上 福同听词 长叹一口气 看来你是救无可救了 说完转身离去 与此同时 岳王废长利幼的八卦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吾王和驴差点没笑死 但他又想到 岳国新王将立 那么之前签署的 臣服于吾的合约 可能会发生变故 于是吾王决定 要想个办法试探一下 岳国的诚意 他命新人府打造一副 王仪鲁布 再将其赐给岳国 让江丽的小王使用 看他是用还是不用 用那就表明 他确实从心里 服了咱们吾国 不用那就别怪 我再次大军压境 这法子是真损呢 可偏偏岳王也是真怂 他还真就接下了 这奇耻大儒 消息传到高剑耳朵里 他气个半死 不顾自己已经被废 召集群臣进行朝会 会议上他再次提出 要与吾国一战 尸脉见死赶忙出来阻止 可这次他失败了 倍感驱逐的大臣们 不愿意再听他的话 失败怒吼道 各位大臣 大王此举 就是为了我岳国的安危 明知有存啊 明知有存 何为明知有存 明知有存 就是我岳国不能亡啊 是你们惧怕无人 一味的退让 想把岳国让给吾国 这难道 就是你们的明知有存 失败没话了 可就在这时 岳王登场了 一来就直接说退朝 勾剑就算有心再做点啥 但他毕竟只是个被废了的太子 手上又无兵权 所以也只能转身退去 而勾剑都没了办法 大臣们就更没办法 只能带着满腔的屈辱 各自回家 那么鸡块最终能登上王位吗 岳王为了一己私欲 打算费掌利诱 将王位传给数字鸡块 岳国仲臣同时 也是鸡块的亲舅舅福童 深知此事会让岳国大乱 于是 深明大义的他百般阻止 可惜却没能成功 福童痛苦万分 这天他路过一间小酒馆 碰上了一位喝多了的酒鬼 可从殿小二口中他得知 此人名叫黑翼是一位剑客 剑术高超且初剑极块 往往在对手还没反应过来时 就将其拿下 福童有些不幸 一个眼神就示意了自己的贴身护卫 护卫瞬间懂了 走到黑翼面前开始拔剑 然后一瞬间输了比赛 福童眼睛一亮 他想到阻止外甥鸡块登机的办法了 于是 在鸡块正式登机的前一天晚上 福童带着扮成侍卫的黑翼进攻了 小鸡块看到舅舅万分高兴 福童也久违的带上了笑容 量着这个他一直以来十分疼爱的外甥 然后眼含热泪开始怒吼 壮士孩不动手 一应声而动 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之前 扔出手中宝剑 于是 这个才刚满十岁的孩子 当场身亡 而福童哭着跑到鸡块的肢体面前 连连说 舅舅对不住你 可他还说 他对得起越国 说完 他便拿起那柄 他送给鸡块的剑 连爬带跑 来到王位前 再次大吼 太子大 越国的大王 我们的群柔 全靠你安息抓了 福童去了 福童不是一位好舅舅 但他对于越国而言 却是一位难得的好臣子 鸡块遇刺的消息很快传遍 所有人再次齐聚一堂 大将军实买当众指责勾剑 说他太过狠心 对一个孩子下次毒手 勾剑闭了闭眼 开口说道 大将军 你是真的老糊涂了吗 鸡块究竟为何而死 你不清楚吗 费掌力又本就是霍乱之源 再加上你和大王 让鸡块亲自接下了吴国的礼物 让越国备受屈辱 于是这个愚蠢的福童 便自作主张杀了鸡块 他以为可以用公子的鲜血 来洗刷屈辱 可以让越国平定下来 所以啊 害死鸡块的凶手 不是别人 就是你啊 大将军 鸡块 是你们玩弄全数的牺牲品 史买听到这话 气个半死 而就在这时 有人来报 越王远长 在听到鸡块死亡后 怒急攻心 崩天了 史买当场哭泣 而勾剑只是看着父亲的遗体 淡淡的说了一句 短短一个时辰内 即将登记的新军被刺杀丧命 老国军接受不了打击 也随之而去 那么接下来越国又该何去何从 勾剑又会怎么做呢 弟弟父亲的接连死去 勾剑成了越国唯一的继承人 但由于老越王死前那段时间做的事情 勾剑不仅拒绝登基为帝 甚至不去为隐藏守灵 而此举让一些有心之人察觉到了机遇 打算趁子搞点事情 比如大将军石买的部下墨碑爷 他来到石买面前说道 勾剑为了登上王位 竟指使浮童杀了公子鸡块 如此残暴之人 以不可为王 而大将军是中流砥柱 国之栋梁 不如再进一步成为越王 率领越国走向更大更强 石买一听这话当机差了 住口 墨碑爷 你信口赐黄 你是想将老夫治愈 不忠不义之地吗 何为不忠不义 越国 以再无可继位之君 大将军难道 忍心就眼睁睁地看着越国无君 而弃之不顾吗 一派胡言 勾剑无子吗 勾剑暴女 其子怎能够继位 有何不可 只要他是王族 这话倒是有几分大将军的意思 石买虽然与勾剑正见不合 但他确实从未想过谋反 墨碑爷没办法只能转身离去 不过他并没想着放弃 而是打算来个先斩后奏 直接杀掉勾剑的儿子 再除去勾剑 最后逼迫石买上尉 当打听到勾剑妻子和儿子藏身的地点后 墨碑爷立刻发动兵变 大家听好了 无论谁见了勾剑之子 扼杀勿论 听他的手机 上黄金百亿 士兵们当即向前攻去 可哪知门自己开了 站在门后的乃是另一位将军 林姑福 而他还是石买的女婿 士兵们有些害怕 双方暂时对峙起来 并未开战 与此同时 有人去给石买报信 告知墨碑爷兵变的消息 石买赶忙前往第一线 成功在双方打起来前 抵达现场 于是这场兵变还没开始 就结束了 墨碑爷也被石买带了回去 当然临走前 石买为了保证墨碑爷 还向林姑福求软 希望他能够在勾剑那说出好话 而当晚 岳王允长林前 众位大臣再次齐聚一堂 石买当着众人的面直说了 大王之位 非世子勾剑莫属 可浩敬听到这话 却不咋高兴 又费又利 全凭你一张嘴 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呢 石买闭上双眼 为也罢 利也罢 老夫 以心为了越国 狮子勾剑 必须为王 越国已别无选择 浩敬叹了口气 可登基这事 我早就向他提了 他不同意呀 咱还能怎么办呢 石买想了想 邀请众位大臣 一起去跪求太子妃 让他给勾剑 吹吹枕边风 应该有用 可这时 墨碑爷又出妖蛾子了 他进下跪求石买登基 石买没办法 只能让人将小莫 带下去 关押起来 因为他明白 这次谁也救不了小莫 他必死无疑 再见过太子妃后 石买带着独酒 来见墨不爷 就这样 墨不也死了 而勾剑也在老婆的劝说下 登上了大王之位 而他登基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吴国之中 吴相吴子叙 立即劝戒吴王和驴 要趁勾建立足慰稳 立刻将他除掉 此言郑重和驴下怀 当初勾建位太子之时 就野心勃勃 时刻想与吴国开战 如今他既已登上王位 越国迟早会成为 吴国的心腹之患 我吴国称霸 必须先除掉他 可太宰薄匹 却觉得有些不妥 毕竟越国才刚死了国君 此时出兵 有点不讲武德 和驴一听这话 直接就炸了 强者称霸 弱者为奴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如今越国出了问题 不趁他病要他命 难道眼睁睁看得 强大反过来对付我们 这话一出 薄匹不再敢出声 而吴王继续说道 总之 法越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而一直关注 吴国动向的勾建 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赶忙找来大臣商议对策 越国可用之兵 仅仅只有三万人 且大都质量不行 而吴国此次罚越 却派出了六万精兵 越国该如何度过此次危机呢 探使浩靖剑勾省眉不展 于是向他举荐了两位贤才 其一便是处使文重 此人乃楚国著名谋士 上次吴国大兵押近 他奉命带着两万大军前来支援 可因大将军使脉 惧怕吴国不敢开战 于是瞒下了此事 导致楚国两万大军被无所灭 楚王震怒 命人压界文重回国受罚 不过对于楚而言 他是办事不利 而对于岳而言 他却有恩 再加上他才能不低 于是勾剑想了想 最终决定 接下文重让他为岳国效力 其二是楚人范李 此人虽性格上有点放浪行害 但是确实称得上是旷世奇才 勾剑一听这话来了兴趣 当即命浩靖带着范李进攻 浩靖听命 当然在与范李将剑之前 他还设置了一个考验 那就是让齐 与众位越国大将军论战 听说你懂战 懂 那我问你 何为弱兵 无义之师 方为弱兵 何为义 知道为谁而战 为国 为王 为天道 方为有义之师 无强我弱 如何能干 用智谋与智一战 大国虽强 却容易贪功冒进 小国虽弱 但若能君臣一心 审时度势 把握良机 定能以弱胜强 时买听完很是不屑 你说的容易 做起来难 范李达到 只要决策者 能把握住 骚纵即逝的良机 自然能够 置敌于死定 不过像你这种 怯懦者 不行 时买气得不行 勾剑也终于登场 而他对范李的回答 十分满意 当场败其为军师 轻负前线 无越大战 一触即发 到了 范李以为 还得先解眼下之急 何急之有 无军首战有祸 今晚定会来破关的 既如此 末将令将士们坚守 恐怕守不住啊 那如何是好 不如 气管 师门关外 无军排列整齐 随时可能发动袭击 范李见此提出建议 让勾剑派出一支小分队 出关试试 无军的实力 勾剑答应了 让朱姬颖将军 率军迎敌 朱姬颖信心满满 打算好好的 错一错 无军的锐气 然而他实在是 高看了他手下的士兵 还没开始打呢 就因为听见 无军发出的呐喊声 一个接一个往关内逃去 把朱姬颖都给整蒙了 站在城墙上的勾剑 更是气个半死 范李 撤阵收兵 把率先逃跑者 给我绑起来 最终这些人 被勾剑斩首示众了 可就算如此 也难以震慑军心 要知道这些年来 在大将军 实买的带领下 阅兵面对无冰 要不就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要不就是直接投降 导致阅军 个个都患上了恐无之症 胆气锐气 更是一点不剩 这可能就是 兵怂怂一个 将怂怂一窝呀 勾剑急得上火 可问题是 这一时之间 也治不好士兵的恐无之症啊 这时范李站了出来 开口说道 唤醒士兵胆气一事 着急也没用 咱得先解决眼下之急 何急之有 无军守战有祸 今晚定会来破关的 既如此 末将令将士们坚守 恐怕守不住啊 那如何是好 不如气关 这话一出 众人大惊 气关之后 咱去哪儿坚守啊 范李一脸淡定 当然是野外啊 众人有些不解 唯有勾剑看出了先名堂 答应了下来 而范李又顺势借了一千兵马 并保证 今天晚上定有收获 夜晚 吴军果然攻城 但此时 勾剑等人 已经气关去了野外 因此并无损失 而范李则率领那一千人马直奔 吴军营地而去 此时 吴国大部队都忙着攻城 营地留下的人并不多 所以范李此次突袭 吸迫吴军三座营帐 取得吴军首级一百多颗 虽然看上去不多 但是已经是近些年来最好的战绩 勾剑心里那叫一个舒爽案 而范李则立刻请求 给战士们封赏 大王 真想过了 想让我军将士有勇气有胆量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他们会战 懂战 愿文其详 所谓会战 就是要足有记忆 降有法 让他们进 可以勇猛杀敌 退 可以从容不乱 所谓懂战 就是让他们知道为谁而战 就是让他们知道 是在为国而战 为祖业而战 为了自己将来有葬身的血地而战 所以奖赏是必不可少的 高剑答应了 但是他有个疑问 懂战上还简单 可要让他们会战 那可就难了 再说了 咱现在大帝当前 也没时间培养啊 范李达道 这就是我当初提出器官的理由之一 若是在关内 咱为了守城 就不得不与吴军发生冲突 这样不仅没法练兵 还有伤亡 而如今咱们身处野外 完全可以避开吴军锋芒 专注练兵 抠剑一听 眼睛一亮 将此事全权交给范李处理 而他自己则返回王城招募士兵 这样一来 范李更好行事 吴国大兵压境 勾建为克敌 拜范李为军师 并给予他最高权限 全权负责军中之势 于是范李便带着全部越军 来到郊外开始练兵 而一旦发现吴军踪迹 立刻拔营 换个地方继续练兵 总而言之 就是你吹我逃 死活遇不着 而这一逃 就是几个月 吴军见此 各种嘲笑 可范李依旧不慌不忙 继续逃 士兵们有些不理解了 匠里们也开始有了怨言 毕竟真男人 面子很重要 于是他们便窜夺出范李之外的 最高长官林姑福 去要个说法 就这样 在林姑福的带领下 众位将领进了范李的营帐 范李不慌不忙 直接闭人将林姑福给绑了 以不敬长官之罪 杖则军棍二师 冲将领懵了 纷纷为林姑福求情 该罚还是罚了 经过这件事后 军中纪律 前所未有的清明 不过大家都不知道的是 这件事其实是范李和林姑福 演的一场戏 目的就是为了让范李在军中数威 范李多谢将军以身相助 不用谢 这是末将心甘情愿的 可惜苦了林将军 只要让军师在军中数据威望来 这点苦算不得什么 总而言之 范李的威势彻底立起来了 再无人敢对他的决定提出质疑 而越军也在他的训练下脱胎换骨 到此范李明白 决战时刻即将到来 于是这天 再一次发现无军踪迹之时 范李不再下令拔营 而是召集所有将领 开始部署 首先他让林姑福将军率军三千 去吴军营仗挑战 但必须记住一点 如吴军出战只能诈败 林姑福不解 何为诈败 将军你就放心的去吧 吴军一定会识破你的诈败之计 不过吴王和驴这个人的性格 他一定会将计就计 对你穷追猛打 所以你此番诈败的目的就在于 引出和驴 让他亲自上阵 林姑福领命 紧接着范李又命令其余降临 明日一早发兵杨柳滩布阵 静候吴军 最后他向勾剑要来三百死囚 并表明有大用 一切准备就绪 大战即将来临 次日一早 林姑福按计划行动 果不其然 引出了吴王和驴 双方在杨柳滩发生大战 越军忠实不敌 伤亡惨重 和驴见此 笑得格外得意 可就在这时 战场中突然多了三百死囚的身影 他们手持长刀 齐声怒吼 说完集体字文 这一幕震撼了和驴 震撼了吴军 同时也振奋了越军 他们怒吼着冲了上去 而此时 吴军尚未回过神来 于是形势逆转了 吴军损失惨重 和驴见此总算是回过神来 赶忙吩咐下去 收兵 林姑福看着他的身影 抄起一柄长枪就扔了过去 正中和驴脚趾 总而言之 这场战斗越国胜了 越国士兵欢呼 跳跃 激动的流下眼泪 勾剑剑子万分欣慰 只是吴国就有些 淒淒惨惨淒淒 因为和驴快不行了 没办法 他的随军医师 在战场上走失 脚趾上的伤 没能得到及时医治 于是发炎腐烂一条龙 也就是俗称的破伤风 而在那年头 这种病压根没法治 和驴再不甘心 也只能看着自己 一天天虚弱下去 王子泪见父亲如此狼狈 十分担心 打算脱离大部队 去找名医 可和驴却仿佛 遇见了自己的死期 在王子泪临走前 将他叫到身边叮嘱道 王子泪连连答应 和驴这才放心 而王子泪也转身离去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他才离去没多久 和驴就彻底领了和饭 看来这破伤风的威力 还真不小 因为和驴死前 并未立下太子 所以他一死 哪怕有无子续在 无果也难免陷入内乱之中 各位公子 是名争暗斗 层出不穷 而这其中 呼声最高的 就是王子泪 毕竟他树上战场 战功赫赫 背后关系王也强大 于是不少人 开始有了退却之心 这浑水不好汤啊 当然也有人不想放弃 比如公子夫差 可是夫差不像王子泪 他从未上过战场 也没有人看好他 文艺的亲兄长 也早早病逝 也就是说 他既无兵也无权 还没有人脉 像他这种想要一步登天 可谓是难上加难 不过夫差有个优点 他把吴国目前的情况 看得是十分清楚 那就是如今 吴王死去 吴国的大权 就掌握在 相国吴子续手中 也就是说 只要拉拢到 吴子续一人 便可抵满朝文武 于是这一天 在河驴的灵堂上 夫差边哭边好 想要实现这三大誓言 就必须得先坐上王位 王子累自然不乐意了 当即就要命人 将夫差斩首 其他的公子 见此也拼命附和 这时吴子续站了出来 保住夫差性命 将其关进牢狱 意思意思 夫差顿时松了口气 因为他知道 自己闹的这出戏 成功引起了吴子续的注意 否则他不会救自己 接下来只要继续努力 讨吴子续欢心 那么王位指日可待 与此同时 岳王勾剑也得到了 和驴死亡的消息 他有些发愁 和驴一死 吴月彻底结下天仇 往后的斗争会更加惨烈 但事已至此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于是他吩咐下去 时刻关注吴国的动向 已被不时之需 这个男人就是 吴国的相国吴子续 此刻的他的府中 热闹非凡 因为吴王和驴的儿子们 为了登上吴国大王 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他家送礼 没办法 谁让和驴死前 没确定太子人选 导致现在所有人 都对吴王宝座万分垂涎 而位高群众的吴子续 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八戒对象 对他的态度简直比亲爹还轻 七针一宝翡翠玉石 也仿佛不要钱 送了又送 这不正说着话呢 又有一位公子求见 蓝人乃是和驴幼子夫差 相国 你来了 25岁以上的王子王孙 就都到齐了 相国府门庭若是 夫差一定要来凑这个热闹 你带礼物了吗 带了带了 当然带了 说着夫差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拿出了自己的礼物 一只大公鸡 并且还表示到 虽然这只是一只鸡 但是他的兄弟群里 算是鹤立鸡群 众位公子一听这话 十分不屑 猜怎么鹤立鸡群 也还是鸡 夫差听此 扬起自信的笑容 这只鸡有一身 非常漂亮的羽毛 可老夫怎么看 这也是一只丑陋的公鸡嘛 就是 还是老夫老眼红花啦 相国 他现在是很丑陋 但是夫差在捉他之前 曾经看到 他那身漂亮的羽毛 是被一群糟鸡给捉断了 这话一出 众公子纷纷暴走 毕竟这纸桑骂槐的 有点冥想呀 可是夫差却丝毫不搭理 转身离去 吴子旭见此倒是笑了 开始逐客 并让公子们 将带来的宝物都拿回去 但唯独留下了那只公鸡 此举动一出 众人都若有所思 而等众人都走以后 吴子旭第一次与人谈起 自己对继承人的看法 首先是 所有人都看好的王子泪 他十年征战 击下无数战功 可当初 他竟将捕获的 一外储居俘虏 全部坑杀 理由只是嫌麻烦 这说明 他的性格有些过于残暴 而残暴之人 一旦失控 那将是国之大祸 其次是大家最不看好的 公子夫差 刚开始 吴子旭也不看好他 只觉得他当个将军 都不够格 直到他 道福节自命为始 吴子旭便对他 换了看法 于是将其下了大狱 试试他的胆量 而夫差 没让人失望 后来他又在灵堂之上大闹 吴子旭彻底对他 刮目相看 因为他说的那三句话 不仅道出了王者之道 还抓住了吴国的要紧之处 大王治国三十余载 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家底 因此成为南方诸国 种之强国 今后我国的重中之重 就是一处灭月 为大王报仇 然后向北方发展 再用二十到三十年的时间 我们要成为 称兄天下的霸主 再加上夫差 他一直对死去的兄长念念不忘 也可看出他的情意 于是吴子旭的心就这么的偏了 但却又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让夫差即位 毕竟王子类的战功 确实摆在那儿 贸然让夫差登基 吴国就真的要大乱了 所以吴子旭只能拖着 暂时不立新军 不过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关键是其中 越国还帮了不少忙 吴子旭现在 他是有意在违背大王的遗诏 他想的是 要把公子夫差 推上王位 什么 夫差 王子没看出来吗 我真应该当初就杀了他 好你个吴子旭 既然你不仁 就别怪我吴义 吴越大战 越国首次取得胜利 吴王和吕也因此丧命 可是吴国却迟迟不立新军 消息传到高建耳朵里 打算趁机搞点事情 那就是扶夫差上位 没办法目前吴国呼声最高的王子类 性格暴躁还记仇 他登上王位 那吴越将来的斗争 必将更加惨烈 而夫差的性格就要好很多了 再加上细作打探的消息 吴向吴子旭也更看好夫差即位 于是勾建当即派遣使者 带上重力潜入吴国 拜访适才如命的太宰薄匹 希望他能在暗中推动 让夫差登基 薄匹二话不说 当即答应 不过这也不全是为了钱 而是在月始到来之前 薄匹就去探过吴子旭的风口 知道了他的心意 这才无比爽快的答应 毕竟薄匹太过了解吴子旭 直到此人不达目的不罢休 王子类战功赫赫 但他绝对玩不过吴子旭 既然如此 何不顺水推舟 还能买福差一个好 于是这天薄匹深夜拜访王子类 告知了他一个秘密 那就是吴王和驴在死前 曾留下一言 希望王子类即位 王子类一听这话万分惊喜 可是薄匹却继续说道 王子类一听火冒三丈 好你个吴子旭 娘奉阴违 既然你不人 那就别怪我无意了 而薄匹笑得挺开心 还劝他此事得从长计议 于是王子类便带着他去了书房 剩一该怎么将吴子旭和夫差一网打尽 半个小时后薄匹离开 然后直接去找了夫差的竹马 公孙雄将军 将王子类的计划 倒了个一干二净 于是王子类起兵造反的事 才刚开始就被拼定 夫差也因为此事 提前登上王位 只见夫差身着龙袍 头戴冠冕 一脸严肃的坐在龙椅上 命人将王子类带了上来 问他可否认罪 可哪知王子类却说 我何罪之友 论排行 我是坐在那个王位上人的二哥 论功德 为了无果 我出生入死 身经百战 按说 坐在那个王位上 应该是我 无自习无语啊 是 由你即位确实是名正言顺 可这也不是你造反的理由啊 这下王子类没话说了 夫差见此直接开口 让侍卫将其拉下去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好心的告诉王子类 造反失败的原因 王子类当即发出诅咒 诅咒薄匹不得好死 而这将来还真的实现了 总而言之 夫差这个吴王是板上钉钉了 消息传到越国 勾剑也狠狠松了一口气 俗话说得好 新官上任三把火 所以这吴王夫差才刚登上位 就与掌权的 向国吴子旭发生了分歧 吴子旭上奏 请求夫差再见一只 陆施精锐 以便将来讨伐越国 一血千尺 可哪知 夫差断然拒绝 吴子旭疑惑了 那不见陆施 该见何施啊 夫差一脸理错当然 吴子旭深吸一口气 那大王知道 打造一只水狮 需要多大的财力吗 夫差手一挥 只要水狮建成 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吴子旭当即反驳 财力就是国力 是养兵养民之根基 哪能说话就夸呀 更何况 当务之急是 罚越灭越 为先王报仇啊 可是夫差却完全听不进去 只说自己心意已定 吴子旭无奈做出妥协 说自己还得回去再想想 夫差答应了 王孙落得之此事 以为夫差是受了千人蛊惑 但吴子旭摇摇头 还好时 到时候 朝野上下 是否能牢记先王之仇呢 王子洛当即表示 那咱就先顺了大王的意 然后我从速去打造水狮 尽可能在一年内有所成就 这样就能报仇 强国两不误 吴子旭听此 点点头 也只好如此 两人当即进宫 禀报此事 但让吴子旭没想到的是 夫差竟然提前一步 将建立水狮仪式定了下来 并交给公孙雄负责 吴子旭无奈 指责夫差遇事不与大臣商量 可是夫差却冷笑一声 事事都要与他们商议 那还要我这个大王干啥 大王 那是因为一国不能一日无主啊 可一国之主 绝非一家之主 亦有大事 必须和众臣议定 好了 管人可以与他们商议 但一定要缩小范围 谨防泄密 说完夫差又点了王孙诺的名 让他初始越国 以和 一直想灭了越国的吴子旭 听到这话再也忍不了了 直接转身离去 回到府中越想越生气 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的老眼浑花 看错夫差了 为了吴国的将来 吴子旭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 当着群臣的面 与夫差约法三章 约法的内容分别是 一 规定夫差每天五更起窗 天黑才能歇息 一心一意专攻国阵 二 为了不忘先王之仇 徐在大王出入的地方 令士兵高呼 夫差你忘了先王之仇吗 而夫差因回答 岂敢忘记 也就是开头的那一幕 夫差听完一口答应 甚至还补充了一句 那就是先王之仇未报时 他不敬平非 不依仲彩 不过夫差也有俩条件 一个就是建立水时 另一个就是初始越国议和 吴子旭想了想 答应了下来 并很快开始行动 范林 你混账 你没事骂我做什么 骂你 我还想打你呢 你这个军事是怎么当的 何出此言 你吴国 文正 你把话说清楚 谁吴国 今天你要说我清楚 休想从我的府内走出去 罪礼之战后 吴王夫差派遣王孙洛赴越国和谈 越王勾剑当即照群臣商议对策 勾剑表示 上次大战 咱直接死了夫差的爹 吴越彻底结下天仇 所以夫差遣任一和 定然不是诚心诚意 而是为了麻痹我们 那咱到底接不接这一和书呢 范林听此 当即表示 此次无始来月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大王既然已经看出有假 我们不妨来一个假戏真作 我们与他真议和 一旦达成协议 我们可以逼着他们签订条约 签订条约 签订了 他们也可以任意撕毁 他们若敢单方面撕毁和约 必将遭到列国的耻笑 勾剑笑了 就吴国那所作所为 他还怕人耻笑 门中立即回答 吴子叙可能不怕 但是新王夫差却很难说呀 勾剑听此 思索办想 最终答应了议和一事 并将其交给文仲 全权负责 只是退朝过后 勾剑立刻召来大将军 林姑福让他派遣戏作 暗中查明吴国内部动向 而林姑福为了探明情况 亲自深入吴国 最终发现 吴国正在建立一只水尸 他赶忙将此事 禀告给勾剑 勾剑当即皱起眉头 一旦水尸建成 越国对吴国 就真的毫无还手之力了 林姑福建此 便出了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趁吴国水尸还没建成 先对他们的基地实施打击 勾剑摇摇头 勾剑眼睛一亮 这倒是个好主意 于是次日一大早 林姑福便带着一千人 穿上储君战甲 直奔水尸基地而去 只是林姑福不知道的是 他第一次去吴国探查消息之时 就很不巧的露了中绩 所以吴国早有准备 因此这次偷袭不仅没起到作用 反而损失惨重 吴使王孙乐更是借着此事 直接在和谈议会上 对文仲大喷特喷 丝毫不知内情的文仲被骂得凄惨无比 事后越想越气愤 他当即去找范吏 直骂他 吴国吴军 范吏一听也开始生气 文仲 你把话说清楚 谁吴国 今天你要说我清楚 休想从我的府内走出去 好 你说 你为什么煽动大王 去火攻吴军水尸大秧 这话一出 范吏懵了 可转身一想 他当即明白 勾剑这是在防着他呀 范吏心里非常的不是滋味 不再言语 文仲这才察觉到不对劲 转身又进攻 求剑勾剑 询问他偷袭一事 该给吴国什么样的交代 可勾剑直接打发他离开 因为在他心里 一直觉得吴越迟早会开战 而早战比晚战好 所以他从来没想与吴一和 只想你死我活 再加上罪礼之战的胜利 着实膨胀了勾剑的自信心 也让他高估了越国的实力 而这都为后来的越国战败 埋下了伏笔 他只是没把寡人放在你眼里 省战就是不战 战必败 一派胡言 他是难言之隐的 有什么难言之隐 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他要是不走 寡人还可以考虑他的建议 他拿走来威胁寡人 现在就是他回来 也不用他 越国不讲武德暗中偷袭 吴国水师大营 从而导致吴越两国 一和一事终止 然而勾剑丝毫不虚心 直接就否定了 文重赔偿吴国的建议 文武大臣立刻领悟到 勾剑想与吴国一战的心思 于是他们纷纷请战 是要与吴国撑个高低 军师奋力剑子赶忙发言 吴国上次大败 还因此死了国君 无人心中定然想一血千尺 打起仗来便不要命 而咱们本就底蕴不足 此战必输 所以我们应该 避其锋芒 保存实力 再与楚国搞好关系 借两国之力 共摆吴军 分离这个建议 对于越国而言 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了 但可惜 勾剑没能听得进去 除了文重以外的 众位大臣 也都没能听进去 因为罪理之战的胜利 终究让他们认不清自己了 所以他们认为 说出这话的范里 是贪生怕死 赞同这话的文重是 别有二心 总而言之 他俩成了公敌 文重这人一根筋走到底 哪怕被人嫌弃误会 还是兢兢业业劝说勾剑 而范里不一样 这天底下最痛苦的事就在于 聪明人眼睁睁 看着糊涂人干蠢事 而无能为力 所以范里做了一个决定 于是这天 他找到勾剑 送上自己的沈战书 并表明 此话一出 勾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但他也是个傲娇的人 哪怕气得半死 仍要争一口气 当场同意 还好心叮嘱一句 让范里路上小心 此时被文重浩敬知道后 两人十分着急 为了留下范里 他们一边做勾剑的思想工作 一边劝说范里 其中文重砍下衣袖送给范里 用戈袍断意来威胁他留下 而浩敬则亲自赌人 劝说甚至是岳王勾剑也递了回头 命人送去一柄剑鞘 劝皆挽留 可哪知范里离去之心十分坚决 侯也不回的向着远方走去 勾剑知道后气个半死 他只是没把寡人放在天里 审战就是不战 战必败 一派胡言 他是难言之隐 有什么难言之隐 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他要是不走 寡人还可以考虑他的剑 他拿走来威胁寡人 现在就是他回来 也不用他 当然 这只是气话而已 而此事也传到了王后雅瑜的耳朵里 他虽是女流之辈 但见识不俗 直接来了招府邸抽薪 将范里的母亲从老家请到了越国之中 范里是个大孝子 于是只能又回来了 而范母也是个深名大义的女性 他将范里好一顿骂 什么 识君之路分君之忧 怎可半途而废 范里被骂的抬不起头来 乖乖进宫请罪去了 而勾剑在出了口气后 成功与范里和好 话说越国在罪礼之战中取得胜利后 越国人民总算是扬眉吐气 恐无知症也彻底痊愈 但也因此他们逐渐变得浮躁 过于自信 有点认不清自己 就在这时传来无国组建水师的消息 冤王勾剑思考过后终于决定 主动队伍发动袭击 寻求一线生机 因为水师一旦建成 越国就再无还手之力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勾剑主动派人向吴求和 并且将姿态放得非常低 以此来麻痹无人 但在私底下 他悄悄地训练士兵 打造军械 筹集粮草 一切准备就绪后 勾剑立即召开事实大会 会上他大声发言 山林野莽 能容纳毒蛇猛兽 良弊美誉 能够掩盖瑕疵 但没有哪一个国家 能够忍受耻辱 不得不说 勾剑的这洗脑功夫 绝对是一流的 短短几句话 就让在场的人热血沸腾 恨不得立刻就与吴国拼命 而世事大会过后 岳王就带着全部精锐 向着娇商而去 国政都交予了 文重与奋力打理 只是越国这边 动静着实有点大 时刻关注他们动向的吴子虚 立刻就知道了 赶忙进攻向福差禀告 福差大吃一惊 勾剑果真自己送上门来了 但没想到他如此之快 勾剑乃无信无义之徒 此人不除 我吴国将永无宁日 紧接着两人就开始分析战术 吴子虚表示 目前水师尚未成熟 所以我已经下令 让守王城的陆师 前往娇山 与勾剑一战 福差听此试探性的表示 自己想轻浮战场 吴子虚一听 立刻想起死在战场上的先王 于是直接拒绝了福差的提议 然后大步流行的离开 徒留福差在原地咬牙切齿 但又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 门外的士兵们又喊起了口号 本就恼怒的福差更加气愤 他抓起宝剑 就怒气冲冲的向外走去 然后命人将这些喊口号的士兵全部杀进 小太监听到这话赶忙求情 福差这才冷静下来 将惩罚从砍头变成了喊口号一百遍 算是出了一口气 同时也间接给吴子虚一个警告 毕竟这些士兵都是他派来的 不过吴子虚知道这事后丝毫不生气 反倒很理解福差的心情 与此同时 越国大军已经抵达江山 吴子虚命公孙雄率军迎敌 但越军士气正旺 哪怕公孙雄领兵有方 依旧损失了近两千士兵 吴子虚怕福差得知这消息 在冲动之下好心办坏事 于是瞒了下来 但很可惜转身被薄皮捅破 福差大发雷霆 怒气冲冲去找吴子虚下棋 吴王夫差做梦都想这样战场 与勾剑一较高低 但奈何把持朝政的 相国吴子虚死活不允许 偏巧这时前线传来消息 吴军守战失败 夫差弃个半词 当即来到相国府找吴子虚下棋 不过不是围棋 而是不疲送给夫差的兵法偶气 两人面对面做好以后 夫差表示 相国你面前的兵偶就是越军 我这边的就是吴军 现在你对我发动攻击吧 吴子虚当即明白 夫差这是罪龙之意不在酒 于是他也直接通过兵法偶气 将吴越目前的情况一一展示 兵协表明 守战失利他早有预料 俗话说得好 狭路相逢勇者胜 那越军士气正旺 吴军可不就得吃亏啊 好在公孙行用兵有力 损失大为减少 紧接着吴子虚又说了 接下来的战术安排 他表示 细作探来的消息 勾剑出了一支精兵埋伏在墨地 企图阻止我军水师继续后撤 所以啊 他打算来个将计就计 假装撤退 将勾剑所有主力全部引向墨地 到那时 暂时水路合军 将勾剑一网打军 夫差听完表示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 不过他有个更好的主意 那就是先让水师主动进入勾建的包围圈 吸引越军主力的注意 然后再让陆军出击 水路两军理应外合 歼灭越军 相国现在明白寡人的用兵之策了吧 老夫只有四个字 胆大包天 夫差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可是吴子虚还在说 此事的变数太多 太过冒险 一旦出了差错 耗费巨资建造的水军 就全军覆没 我们吴国赌不起 夫差当即反驳 相国希望稳点 确实是在为吴国考虑 但就是这个吻子 让寡人很不开心 先不说用兵本人就是出奇制胜 那就说勾建他求的就不是吻 而是险中求胜 他是在用命与寡人 与吴国对抗 难道你非冒这个险不可 有险 但是寡人 君臣二人 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只能不慌而散 回到宫后 夫差越想越气 偏偏在这时 士兵们又开始高喊 夫差你忘了先王之仇了吗 本就心情不好的夫差 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命禁卫 将这十八位士兵 通通斩首 并将人头送到吴子虚府上 随后他更是命人 取来宝剑盔甲 连夜赶往前线 亲自指挥战斗 吴子虚知道这事后 又气又急 他终究默认了这件事 毕竟那十八个人头 还摆在那呢 夫差抵达前线之后 便让士兵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 而已经被前期胜利 撑昏头脑的岳王勾建 丝毫没察觉到不对劲 一步步走进了夫差的陷阱 不过有人却发现了不对劲 吴越大战正在进行 远在越国盲城主持朝政的范礼 却敏锐地从战暴中察觉到了不对劲 据奏报 吴军的陆尸已经西上 欲与后退的吴军水尸会合 而大王质疑在于 切断吴军后退的水尸 将其合为聚而兼职 臣担心的是 大王所选的聚尖之地 地形复杂 极易被访为 若真是那样的话 我军恐怕危险 于是范礼先是找到文仲 让其去求见吴国太宰薄皮 提前为越国战败做准备 真要到了王国那一天 就需要文仲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说服薄皮 帮忙保住越国根基 到那时候再默默发展东山再起 紧接着范礼就朝着战场而去 打算提醒岳王勾剑 要谨慎小心 但很可惜他来迟一步 只见到了被烧毁的岳军大营 原来就在一天之前 岳王勾剑决策失利 踏见了吴王夫差的陷阱 将岳军主力置于险境 他自己也危在旦夕 关键时刻 大将凌孤府站了出来 率领清兵拖延时间 好让勾剑能够安然离去 但敌我太过悬殊 凌孤府终究战死 勾剑伤心不已 但也只能按耐住痛苦的心情 接受下属建议 放弃岳军大营 率残兵往故城要塞逃去 所以范礼才只见到了一地狼藉 事宜之词 范礼深吸一口气吩咐下去 说完快马加鞭转身离去 不过瞧的是在回去的路上 范礼救下一个女子 她的名字叫做西施 回到王城后 范礼将情况向王后雅瑜一一禀明 还将西施教育了她 之后便马不停蹄再次离去 找勾剑去了 因为范礼知道 只要勾剑活着 越国就不会亡 与此同时 文仲也已经见到了薄皮 并表明 越国甘愿成为无国之臣 只求能保住根基 薄皮一听 差点没细效 当初让你们臣服不愿意 现在打到你家门口 再说这话 太迟了 文仲听此笑了 表面上是无关 但往深处想 却关联甚密 薄皮来了兴趣 文中见词 开始侃侃而谈 将军 据我所知 你与无子序关心不太好 相亡和驴在世时 他就对你颇有微词 甚至是动了杀心 而如今他大权 更甚往昔 吴王夫差也是他一手扶起 将军你在他眼里 就越发的不知一提 说不定哪天 就会对你痛下杀手 就算情况还没严重到这一步 可是将军的仕途 也基本到头 毕竟以无子序的性子 不可能会放任 一个与自己不合的人 步步高升 薄皮点了点头 你说的有理 但这又与越国有啥关系 文仲开口回答 如果将军此次 给越国留下一线生机 越国定会善待将军 再加上那时 咱已经同为无国臣子 便是可以联合起来 与无子序周旋 说不定 我们还能帮将军 取而代之呢 薄皮听到这话 狠狠心动 最终答应了文仲的建议 随着太宰薄皮的介绍 一道道精美的菜肴 被送到了 吴王夫差身前的餐桌上 夫差笑得合不拢嘴 毕竟在战场上 还能见到这种精细美食 那绝对是花了大力气 享受到了的夫差 很是开心 于是便也不吝啬 连连夸奖薄皮 薄皮一正言辞 大王您为了治国 在王宫内 萧衣干食 又想出神思妙计 一把掀翻越国三万大军 为一臣佩服的五体投地 而如今 大王仍然处于 风餐露宿之中 我要再不尽心竭力地服侍您 小拳马之劳 那我还是人吗 夫差虽然明白 这话是在拍马屁 但他确实让人高兴 所以他的心情越发美妙 可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夫差 你忘了先王之仇了吗 夫差瞬间变脸 抬头一看 果不起来是相国吴子叙 夫差深吸一口气 开始呛颜欢笑 但吴子叙丝毫不给面子 跳过寒暄 直接进入主题 询问夫差会如何处置越国 如何处置勾建 夫差不只该如何回答 便户水东吟 询问博匹 在这事上有何看法 可博匹看着 吴子叙阴沉的脸 不敢出声 吴子叙见词 冷笑一声 这话一出 博匹瞬间明白 文仲来找自己 保全越国一事 已经被吴子叙察觉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 先下手为强了 博匹心中思绪万千 但表面上人不动声色 开口说道 相国 您这是在暗示我 私通越国呀 这么大的罪名 我可不敢认呢 我认得 无非是几句 愤愤不平的话 大王几乎是求你 让他率水师作战 可你却把持不放 幸得大王连夜 奔出王城 力挽狂澜 不仅保住水师 还挥兵攻进了越国之中 可这会儿 你吴子叙又来指手画脚 难道这就是你的围臣之道吗 吴子叙听到这话 气个半死 眼看着就要绝过去了 夫差赶忙大声 呵斥薄皮 但说到具体的惩罚 却又只打哈哈 吴子叙明白 夫差这是在保薄皮 于是他也只能 按耐住 怒气转身离去 夫差见此 心里别提有多爽了 好好的犒劳自己一番 而次日一早 吴军再次开拔 以脆枯拉朽之势 打进了越王宫 夫差笑得是万分得意 夫差赶忙建议 派大兵追击勾剑 务必不能让他逃出国界 但此时的吴国大军 正在攻击顾城要塞 要塞中 有五千越国残兵 所以夫差不愿意 同意吴子叙的建议 于是这对军臣 又吵了起来 大王 五千残兵不足律 要紧的是勾剑 五千残兵一旦解围 那就是五千头野兽 寡人道认为 勾剑不足律 五千残兵已经奄奄一息 顾城不过是个死城 而勾剑则不同 一旦他逃过边界 那就是放火归山 将后患无穷 任何人在这个时候 也不会舍弃勾剑 而去取固城 夫差一听这话 立马也来了气 直接放话 寡人非要取固城 而且固城 勾剑寡人都要 吴子叙一见夫差 耍小信子 也急了 直接怒吼 这不可能 哪想夫差压根不搭理他 直接吩咐薄皮 让他传命给公孙雄 要不惜任何代价 拿下固城 全歼城内阅君 吴子叙还想说啥 却被夫差打断 相国你放心 只要我让勾剑回来 他就一定会回来 吴子叙彻底憋不住了 一声荒唐 脱口而出 夫差也怒了 横眉冷对 你说什么 吴子叙当场跪下请罪 但是他还在说 你此时放弃勾剑 而取固城 会召来天下诸侯的迟销 寡人说了 勾剑一定会回来的 寡人要让他跪在这里 亲口承认他自己说了 并求寡人 接受他的投降 吴子叙听完这话 大笑出声 夫差见此 怒气达到顶峰 他站起身来 大声说道 传寡人的旨意 召告天下 其一 诸侯各国不得接纳 亡国之君勾剑 否则就是与我吴国为敌 我将与之开战 第二 诸侯各国不接纳勾剑 将其送回越国的 我吴国必定重礼仇谢 其三 若勾剑肯主动回来投降 寡人必不杀之 并保留越国宗庙宫殿 不掠夺财产 不杀其名 这话一出 吴子叙就是再有意见 也只能憋着了 而夫差则向后宫走去 却不料尽让他看到了 一些出乎意料的场景 原来啊 约王后等后宫女子 因持了一步 未能逃出王庭 于是他们便手持火把 阴阵一带 一旦吴兵肆意闯入 便放火焚弓 宁愿玉碎 也不愿意受士兵侮辱 夫差知道前因后果后 很是佩服这群弱女子 但这不代表 他也能接受这件事情 毕竟他堂堂吴王 不能受这个气 再说了 战场上死的人 多了不差这几个 可纳之 雅瑜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改变了主意 他说 对待君子 用君子之礼 对待小人 用小人之道 若吴王如此失礼 你吴国又如何 称得上是礼仪之邦呢 再说 国已破家已亡 我月人 全凭吴王发落 你又何必非得用强 夫差听完 深受感触 没想到一个女流之辈 竟有如此的见识 好 传职 任何人不得闯入后宫骚扰 为令者斩 雅瑜松了一口气 谢过夫差 可哪知夫差却变了脸 他表示 保住后宫 不代表保住越国 越王后 还是赶紧为越国 愁挫后事吧 说完转身离去 与此同时 越处边境处 范里经过几天几夜的吉池 总算是追上了越王勾剑 如果吴王夫差 只是想灭了越国 他不会在乎大王的死活 但是他的心太大 他想引领诸侯列国 做天下的王 所以 他颁布了这个诏书 这是大王的护身符啊 是越国的护身符 光大王早做决断 这是一个千载难浮的好机会啊大王 这是越国的侵辱 夫教之战 越国残败 逃亡路上 勾剑看着 背雪染红的溪水 通心不疑 他对着范里说道 回不该 当初没有听从 你和文仲的劝告 一意孤行 与吴国开战 这才造成 如今一败涂地的绝面 寡人 是不是很无能啊 是不是很蠢 是不是该以死谢罪啊 范里连连摇头 不是 勾剑看向他 那寡人是不是越国的罪人呢 这次范里的回答是 是 勾剑听此 默默无语 范里则开始解释 大王 您问臣 您是不是很无能 臣以为不是 自大王任监国太子以来 负常人之所不能重 忍常人所不能之忍 受辱于变乱之际 昂扬于危难之间 后来您登基举国振奋 百姓纷纷感谢上苍赐给他们一个敢作为的好君王 大王 您问臣 您是不是很蠢 当然不是 像当初 臣本一介寒室 因试图不顺放浪行害 游戏人间 可大王却敢于用臣 并为以大任 咱们君臣一心 这才有了罪礼之战的胜利 大王问臣 大王是否有罪 臣以为是 大王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一个错误的地点 和敌人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决战 这就是大王的罪 而大王问臣 大王是否 该以死而谢国人 臣以为不可 万万 因为只要你活着 越国就没有王 说着范里扑通跪下 表明自己有一计策 可以保全越国 以便后来东山再起 勾剑惊喜 让他细细禀明 而范里只说了四个字 回去投降 勾剑一听 火立马就上来了 抽出宝剑对准范里 范里眼也不眨 继续说道 夫差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那就是他的心太大了 他不仅仅只想灭掉越国 还想引领诸侯列国 做天下的王 于是他发布了一份诏书 内容是只要大王回去投降 他可以不杀大王 不毁庙宇 不伤百姓 也就是说 越国不亡 勾剑死死盯着范里 但伴上过后 终究闭上了眼睛 缓缓走向马匹 扔掉诏书 背对着众人 开口说道 从今天起 反越国臣民 掩埋其志 放下刀枪剑戟 放弃所有抵抗 分离听词 喜极而弃 而勾剑则翻身上马 向着越国王城而去 副差早已等候他多时了 看到勾剑那良倍的模样 副差心里 说不出的得意 他询问勾剑 可含有憾 勾剑回答 亡国之憾 副差更加得意 开口说出了勾剑的未来 勾剑听此心在低血 他也只能忍着 还主动放下了手中的越王剑 表示臣服 这个头戴枷锁的男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越王勾剑 因为副交之战越国惨败 为了保住越国臣民与宗庙 勾剑被迫答应 吴王夫差的条件 前往吴国为奴 同行的还有越王后雅瑜 和一众臣子 他们扛着大料 跋山涉水 耗费半月时间 终于来到了吴国王宫前 吴王夫差 看着勾剑狼狈的模样 笑得分外开心 请越王跪下 士兵们应伤而动 勾剑被强压跪地 将脚踩上勾剑后紧 强迫勾剑地下头颅 越国人民看得十分痛心 而吴国士兵则高喊大王圣民 夫差再次大小出称 要多得意有多得意 不过看到这一幕的吴国 向国吴子叙却非常担心 他认为吴国必将衰败 王孙落不结 咱刚大败越国 为先王雪了尺 全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 你在这时候说这话不太好吧 吴子叙开口解释 我大军已经攻入了越国的都城 本该催骨拉手一举灭掉他 可是现在呢 越国随败 却没有王 因为勾剑还活着 大王不斩草除根 反而在宗庙面前 这般羞辱勾剑 这只会揭起越人更大的愤怒 让他们更加仇恨吴国 王孙落这才明白 吴子叙在担心什么 可不杀勾剑乃大王下的令 哪有反悔的道理啊 不过吴子叙却认为 只要吴国能好 那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于是他在接下来的清宫宴上 再次建议吴王复差杀掉勾剑 这等行为让复差很不满意 直接甩袖离去 清宫宴也不了了之 但吴子叙还是不准备放弃 回到家后也想了许久 既然复差不杀勾剑 那他就自己来 就这样 吴子叙先是命人给勾剑 送了一柄宝剑 意思很明显 你自己点赶紧死 可他终究是小看了勾剑 勾剑还想着东山再起 复国学耻 怎可能轻易死去 吴子叙开始急了 这时王孙乐推荐了一个人给他 什么人呢 他叫黑翼 虽出身在越国 却刺杀了公子极快 勾剑也因此登上了王位 没想到勾剑非但不感激 反而派人杀了他全家 此人同勾剑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在下一位 黑翼是解决勾剑的不二人选 更重要的是 等黑翼得了手 咱就派人将他杀了 这样一来 大王就怪罪不到我们头上了 吴子叙听完 长叹一口气 这个主意虽然有点阴险 但事到如今 也顾不了许多了 勾剑不死 无国难安 就这样 吴子叙当晚就找来黑翼 跟他说了刺杀勾剑一事 果不其然 黑翼欣然前往 二话不说 打晕监狱长 然后一转身 就被士兵团团围住 接着 薄皮闪亮登场 原来薄皮 作为吴子叙的政敌 时刻关注着他的举动 知道了刺杀的消息 于是他赶忙前来阻止 就这样 吴子叙的计划又失败了 不过作为打不辞的小强 吴子叙依旧没有放弃 大王 别靠近我 别靠近我 新田 大王 今生今世 新田 再也不能为大王效力了 新田 见不到越国重生的那一天了 新田 去了 为了吴国将来考虑 吴子叙费尽心思杀勾剑 可哪只计划 接连失败不说 还惊到了吴王夫差 导致夫差下令 让士兵团团围住 勾剑所带兼仓 不允许任何人伤勾剑性命 吴子叙没法 只能退而求其次 他让王孙乐给兼仓的御长传话 勾剑必须死 御长听完皱起眉头 打人物们斗法 小罗罗遭殃 相国话是得听 但是大王的话更得听 我实在是有心无力 王孙乐一听这话 笑了 我又没让你直接去杀勾剑 你要知道 想让一个人死 办法多的是 比如饿死了 累死了 自杀死了 等等等等 这你还不好操作吗 监狱长一听 恍人大悟 连说着自己明白了 于是第二天 高剑狱众多越国臣子 就被狱长带到黎处石厂里 狱长直直一推石头说道 你们听好了 这堆石块 在今天太阳下山之前 同志搬到那 什么时候干完 什么时候吃饭 说完 狱长骑马离开 聪明人范里 一听就知道 这是故意为难 但也只能行动起来 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 这一干就干到了凌晨 众人这才得以歇息 可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此日天刚亮 他们再次被叫起 狱长吩咐下去 让他们将昨日的石块 再搬回原地 月臣一听 这话一出 月臣们再愤怒 也只能忍着 就这么来来回回 折腾了好几天 可月臣们愣是忍了下来 狱长一看 这情况觉得不行 于是又添了一把火 他让一位士兵去 抢了月臣心田的龙门玉块 此乃心田的传家宝 他一个没忍住 就上手抢了回来 然后惨遭围殴 狱长见此借题发挥 罚众人不许吃饭 还将心田狠狠折磨了一夜 在那种情况下 心田不出意外的病了 金太一诊治是风寒 在那年代 风寒是可以传染的 狱长顿时有了主意 他将心田 抬进了勾剑柱的尖舱 让勾剑照顾他 不得不说 这心思够歹毒的 心田中途醒来 急了 咱复国还得靠大王呢 所以您不能出事 于是他拿起灯油 就往身上浇 然后举着火把 跑了出去 心田见不到 岳国重生的那一天了 心田去你了 说完自焚而死 此举上 岳人心痛 也狠狠震撼了狱长 他找到王孙乐 请求辞职 王孙乐当然不同意 并且又想出一个好主意 杀勾剑 让狱长执行 岳王勾剑正在打瞌睡 狱长带着几个士兵 来到他面前 岳王勾剑 今天是吴国的大日子 我大王将与你共计吴国阵王的将士 大王 特赐你坐肉和伯书 请你前来领寿 勾剑站起身来 走到士兵面前 先是拿出伯书狠狠撕碎 紧接着又打翻坐肉 还抬脚碾了碾 狱长大发雷霆 直接怒吼 上大辽 于是勾剑就被绑在了大辽之上 岳臣见此直接暴动 打算冲上去救自家大王 但奈何他们手无寸点 压根敌不过吴国士兵 勾剑看这一幕 怕引起伤亡 于是开口说道都回去 毕竟这些人死一个少一个 大王开口说了 岳臣们也只能回到自己的奸仓去 至于勾剑则一直被吊在大辽之上 从天亮到天黑再到天亮 这期间他滴水未尽 利米未沾 岳臣们见此也陪着他绝持 豫章剑词高兴的差点没笑出来 虽然他在相国屋子序那领的任务是 搞死勾剑 但这多死几个人 在相国那也更好消差呀 就这样 勾剑又被吊了一天一夜 眼看着就要嗝屁的样子 御长盲求见吴子序 向他禀报自己的任务进度 吴子序惊喜不已 顶着大宇连夜去见了勾剑 日王之所以不能放过你 只因老夫担心 你终究会成为我无国的心腹大患 如今你命在虚余之间 老夫作为你的敌人 在这最后一刻 特来与你做个诀别 放心的去吧 老夫一定将你的官果送回越国 并将你厚葬 你杀了我 我还得感谢你送我落月归根 这话真是招人恨呐 勾剑恨不得吐他一口唾沫 但此时他已经没那个精力 而吴子序说完也转身离去 一转眼天又亮了 勾剑真的奄奄一息了 范里知道这样下去不行 于是他干脆让一位绝食的臣子装死 借此被带出踩石场 然后将勾剑被发一事传到越国去 让留守在越国的臣子救人 计划进行的很顺利 勾剑被罚的事传到了文仲的耳朵里 文仲当即搜罗珍宝美女 送进吴国太宰薄匹府里 薄匹拿钱办事当即进攻 打算将勾剑受罚一事捅出去 可薄匹不知道的是 一见他进攻 吴子序立马跟上 还在薄匹上奏之前率先开口 告了薄匹一仗 水师将领黑义 亲眼看到越国大富文仲 带了大批的礼品进入太宰府 有王孙洛和公孙雄 两位大臣作为旁证 吴王夫差一听气个半死 当即闽人进太宰府搜查 查出了不少越国美女与宝器 但好在没超出与越国相通的书简 夫差松了一口气 毕竟薄匹还是用得很顺手的 于是夫差将吴子序等人打发走 自己与薄匹私聊 薄匹也很懂眼色 直接认罪 说自己确实受贿 但没有损害一丁点国家利益 只是与文仲蓄衣尾衣 他希望给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将他也关进石厂间仓中去 与越国囚徒待在一起 这样一来 大王不就可以摸清越王及其众臣们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了吗 夫差听完狠狠心动 答应下来 范里一见他便知道大事不妙 敢忙上前打探消息 毕竟自家大王还在外面吊着 眼看着接派不行了 但是薄匹现在保住自己都成问题 哪还敢再掺和这趟浑水 于是直接拒绝交流 范里见此试探的说道 我官大人好像被一世所困呢 薄匹听此心里一格的 而范里则继续说道 这吴王在打下越国之后 肯定想北上囚禁 不过据我所知的消息 吴相国对此好像不是很同意 大人您要是想助吴王一臂之力 成就罢业 但好像又苦于 无良策可现呢 说着长叹一口气 薄匹也是个聪明人 瞬间明白 范里这话的意思就是 他有良策 当然想得到他 肯定也得用东西来交换 薄匹瞅了眼外面被绑着的勾件 欢欢说道 其实要救你王也不是毫无办法 只要文仲不惜一死 去求见我王 范里一听这话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就这样 文仲孤身一人来到吴国王宫前 吵着嚷着要求见吴王 夫差听到动静狠狠周眉 不想搭理 但奈何文仲脸皮也够厚 直接以死相威胁 夫差最终妥协 让文仲上了大殿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文仲入殿后 不仅不跪拜参见 还直言自己从不跪无道的君王 这话可把夫差气得不轻 直骂得混账 可文仲丝毫不慌 说什么自己此次前来就没想活着回去 因为就是想来骂吴王的 吴国大臣忍不了了 放肆 你如我把话说完 吴王 你是一个无信 无德 无道的小人 文仲 你还不住口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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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娜 寡人倒真想知道 本王是怎么一个 无德 无道 无信的小人 听完了之后 再杀他不迟 好 你听明白了 当初你曾肇事天下 说要我王投降就不杀我王 可当我王来到你吴国之后 你竟命人将他压到山谷中的采石场 风寒摧残 以劳逸折磨 如今还将我王锁在大料之上 你这分明是要加害我王姓名 请问 你的姓意何在 德行何在 道义何在 伏差听完陷入了沉默之中 因为这事他还真不知道 于是再三向大臣确认文仲所言不假过后 便阴沉着脸踩石场奔去 见到已经奄奄一息的勾件 伏差当即命人将其放下 而这时 向国吴子旭也已经赶到了现场 伏差强忍着怒气询问他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吴子旭刚打算狡辩 却被尖仓中的范里打断 他高喊着 自己有话要说 伏差头也不回 就吩咐下去 将他放出来 范里出来之后 立刻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你如今的做法 只会起到反效果 他有吴王的私欲 眼珠残忍至极 令人发指 一个多月 三十多人死于他手 如今还将我王锁在大料之上 这分明就是想置我王于死地 范里知道 你吴王无所为杀人 因为不管杀多少人 你都不会眨一下眼 可离范里不解的事 你为何在越国时不杀呀 为何非要千里迢迢 来到大狱才杀呀 难道这是你的癖好吗 夫差听到范里这阵龙发聩的提问 只问了眼珠一句话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眼珠有些不安 辩解到这都是相果的意思 夫差听子直接拔刀送他上了西天 然后丢下一句 从今日起 所有月球不必劳作 饮食起居 一律善待后 便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 回到宫后 夫差越想越气 拿起书箭打算换换心情 正看的入迷呢 王姿友来了 夫差对这个儿子向来宠爱 于是陪着他玩耍起来 可玩着玩着 却发现儿子兜里竟有颗告石 一打听 竟是太宰薄匹送的 夫差梦了 好你个薄匹 自己收贿就算了 还将赃物送给了我儿子 这是在暗示寡人与你一起受贿吗 于是夫差当即吩咐下去 将薄匹从牢里提了出来 薄匹立刻明白 自己留的后手起作用了 于是进宫以后 并表明这颗告石 可是万年难得一见的珍宝 所以他才送给王姿友 还对王姿友输送彩虹匹 夫差还能说什么呢 直接让薄匹官复原职 此事让不少大臣都佩服不已 毕竟触怒君王过后 还能得圣宠的 那脑子绝非一般人能比 这不一直为北上 称霸烦恼的大将军公孙雄 就找上了薄匹 向他请教粮策 薄匹笑了 我要有粮策早献上去了 还等得到今天吗 不过在下 谁无粮策 却有一双眼 大人合意 在大狱历时 我发现有一人 可以请教 谁 此人便是月王的军师 范黎 他是侍奉月王的 岂肯唯我所用 不皮又笑了 范黎与其他月臣不一样 他虽忠于月王 但不仇视我王 说道理是各位其主罢了 所以这个墙角 还是翘的动的 公孙雄被说服了 当天深夜 就派兵潜入监仓 将范黎带出 虽然好一番交谈 而范黎也没让他们失望 直接提出了文武两极 文是必须打着尊周的旗号 意再告诉弱小的国家 咱吴国入主中原 就是为了恢复周理 除强服弱 以天下太平为己任 武说白了 就是需要一支精兵 但是吴国士兵实力不差 所以当务之急是想个办法 让军队迅速抵达战场 那么贵国水师便能直接进入中原 听完两极的薄匹和公孙雄大席 当即与范黎称兄道弟 叫吴王赎罪吧 只有得到吴王的宽恕 越国才能活下去 范黎 你这是自取其辱 范黎借助自己的聪明才智 打入吴国内部 赢得了太宰薄匹和大将公孙雄的欢心 成为了他们的座上兵 但此举却让其他的越国大臣议论纷纷 他们指责范黎就是个小人 轻而易举就改了个主子 还说这种两面三刀的人就该死 而这些闲言碎语 很快就传到了范黎耳朵 他心里苦啊 之所以给吴国出谋划策 一是为了多打听些各国的消息 为越国学耻寻找良机 二则是让吴国北上称霸一事彻底垂死 因为吴国北上了 便再也无暇顾及越国 越国得以因此休养生息 三则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吴国一旦陷入战争 势必会耗取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这对于越国而言都是好事 只是范黎是这么想的 其他越臣不跟他心有灵犀呀 他们就认为范黎便接 更有甚者还将此事告给了勾剑 勾剑还真就起了疑心 没办法 范黎毕竟不是越国人 不过勾剑的老婆却不这么认为 臣妾不信范黎便接 为何 否则他不用跟我们到这来受苦受罪 越国战败之后 自行逃离不就可以了吗 可勾剑认为 单凭这一点 不足以证明范黎没有便接 总之 他还真就开始防着了 与此同时 范黎开始深思熟虑 以目前情况来看 只有吴王夫差 彻底相信勾剑服了 他才有可能放勾剑返回越国 只有回国了 越国才能谈到薛齿 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而这次吴国北上称霸 对于勾剑来说 就是一个表忠心的天赐良机 于是范黎想尽办法 终于见到勾剑 本来呢 他想把自己的如意算盘 一一表明 可奈何身旁有吴君时刻监视 范黎没法 只能暗示 范黎获得了一个好消息 雄才伟劣的吴王 将要北境图霸了 此乃百年不遇的变局 当此之际 大王应该真心诚意地 表示自己的忏悔 奉吴王为上 奉吴国为上国 以此来获得吴王的宽恕 只有得到了宽恕 才能得到最终的赦免啊 本就心有疑虑的勾剑 听到这话气个半死 哪里还能想到其中深意 他只骂范黎是个左右逢源的小人 还说自己后悔了 后悔当初不该让范黎做自己的军师 范黎听到这话有些伤心 他真没想到 勾剑会听不出自己的深意 于是他低声辩解 说自己只是为了让大王好好活着 可勾剑丝毫不领清 觉得范黎只是想让自己苟且偷生 范黎哭了 他说苟且偷生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并再三劝诫勾剑 希望他能好好想想自己说的话 可勾剑只回了一个字 滚 不过范黎却并不想就此放弃 他继续说道 向吴王赎罪吧 只有得到吴王的宽恕 越过才能活下去 范大人 你这是自欺欺辱 滚 范黎走了 勾剑疲惫的坐下了 可一旁的雅鱼却突然出声 他认为范里的话不无道理 勾剑这才意识到不对 他终于明白 只有活着回到越国才能洗刷耻辱 重新站起来 而想要回到越国 就只有讨好吴王夫差 而讨好这件事办起来也不难 那就是丢掉所有的自尊与骄傲 彻底臣服 将自己当作夫差的奴仆 于是勾剑第一次对狱卒提出要求 让他给自己找来一副墨剪 然后便夜以继日的琢磨 书写 而写的内容就是夸赞吴王的彩虹屁 最后勾剑便主动求见吴王夫差 将自己绞尽脑汁写成的东西献了上去 夫差看完既惊喜又畅快无比 觉得自己真是太牛逼 连堂堂越王都不能抵抗我的魅力 总而言之 勾剑初步得到了夫差的信任 他的日子也开始好过起来 虽然仍待在尖仓不得自由 但却有了养花斗鸟的闲情意志 一切都显得那么岁月尽好 与此同时 吴王夫差已经决定要北上称霸 而他选定的第一个对手就是齐国 齐国是当时的第二大国 所以夫差就打算杀他立威 很快就到了出征的那天 夫差一身戎装意气风发 很明显他要御驾亲征 得知这个消息的勾剑 亲自牵马来到三军阵前为夫差送行 夫差接过马绳开口问道 勾剑 知道寡人此次出征为的是什么 争霸天下 知道就好 齐国虽强 但是寡人一定要让他们看到我吴国的厉害 上王一定齐开得胜 夫差笑了 转身就要上马 勾剑十分懂事 跪倒在地 夫差也不客气 踩着他的背就上了马 并说道 勾剑 寡人借你吉言 大军定会凯旋 说完 辩帅大军直奔齐国 大战爆发 在夫差的带领下 吴君势如破竹 接连拿下齐国数座城池 冰封直指齐国国都 齐王慌了 忙提出停战 夫差班师回朝 齐王还特派向国前往吴国见面夫差 仪表臣服 此一战诸侯震惊 再不敢小瞧吴国 夫差很是高兴 大摆宴席 并邀请除靖国之外的各国使臣前来做客 宴席上 阴歌厌舞 热闹非凡 更重要的是 夫差还安排特别的节目 只见他大号一声退 吴女们便有秩序的向外退去 在场众人不明所以 可就在这时 身着羽衣的勾件 闪亮登场 他一面向前走去 一面说着吴王的彩虹屁 夫差看着这段表演 开心的不得了 而在场的各国使臣 却不知说啥好 不过勾件的这种行为 确实让他们对吴王产生了一丝胆怯 因为勾件毕竟曾是一国之君 而吴国的地位也再次水涨船高 但这样一来 作为诸侯中的老大哥晋国 便有些不满了 吴王夫差率兵攻旗 大获全胜 于是邀请各国使臣共赴庆宴 但偏偏故意给老大哥晋国送请简 这是夫差的事态 毕竟他的目标就是取晋国而代之 当然晋国作为目前各诸侯国的老大 肯定是不好欺负的 二话不说直接陈兵五万余边界 又派遣了使臣前往吴国 夫差得知此事丝毫不慌 虽然吴国目前的综合实力比起晋国还是稍逊 但是他以弱胜强又不是第一次了 他相信在晋国这也不会翻车 于是他丝毫不虚 直接照晋使觐见 果不其然 晋使一进大殿就借宴请一事指责起来 夫差听此也不生气 假模假样的说 你们晋国是大国 是很重要的 要请也不能跟那些诸侯列国一起请 那得单请 这次你不是前来了吗 寡人就单独请你如何 晋使眼睛一闭头一摇 那倒不必 我晋国是诸侯霸主 在周天子那儿都是坐上兵 不缺酒烟 夫差听此病了脸色 寡人单独设宴请你 你还想咋样啊 实话实说 这酒你若肯喝 那就是接风念 若不肯喝 寡人就等着你们大王亲自来喝 这话一出近时不敢再嚣张 眨巴眨巴眼睛 口开口说道 既然吴王盛情邀请 那本使就去之不恭了 夫差这才满意 可酒 除时算不上什么好东西 一旦喝过了头就容易生病 这不 夫差就病了 岳王勾剑得知此事后 一言不合就往王宫离床 夫差正闲来无事 还真就让他入了寝宫 打算与其聊聊天 可没想到的是 勾剑一进门就死盯着夫差看 愣是把人看得不好意思了 勾剑却表示自己略懂医术 所以此举是想看看大王的气色如何 夫差听此便叫勾剑分析分析自己的病情 勾剑一听立马来劲 先是让大王张嘴 接着又让他伸舌头 最后还问了一个问题 有没有上王的粪便 有 好 快 说完勾剑就往宫筒奔去 夫差不明所以便让公孙雄去瞧瞧 勾剑在干啥 公孙雄应声而动 然后瞪大了双眼 一言难尽的回来禀报 大王 勾剑在吃您的粪便 夫差懵了 您说啥 可还没等公孙雄回答 勾剑便大喊着恭喜 跑过来 夫差见此试探性的询问 勾剑 你刚才真尝了寡人的 你就不嫌恶臭吗 臭 半不饿 怎么讲 大王的粪便出肠下来 味道为酸 尊忠又带着色 乃是五谷之味 正和春夏香蕉食令 说明您的身体即将痊愈 说着又是一番彩虹屁 夫差听完 无以言对 只打发他离去 但心中却对他多了几分信任 看到这一幕并察觉出夫差心思的吴子絮 再次对勾剑起了杀心 勾剑靠着吹彩虹屁 与长辫问及 成功获得了吴王夫差的信任 察觉到这事的吴子絮感到不妙 于是他再次对勾剑起了杀心 但依如今的情形 想杀勾剑必须得经过夫差允许 所以当务之急是截下勾剑的假面具 让夫差看清他的野心 正巧这时尽使来无 而此人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好色 吴子絮又想到那陪着勾剑的月王妃 可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美人 因此他想出了个损得不能再损的招 于是这天晚上 吴子絮找了个借口接走了月王妃 并亲自到监仓找勾剑 告诉他找月王妃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有个晋国使臣 听说王后貌美十分倾慕 所以非要见见 这话什么意思不言而喻 勾欠心机如焚 但也只能捧着手中的医书不打理 吴子絮见此继续说道 老夫可以告诉你 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 那个晋国使臣 会对月王后百般凌辱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 吴王体内缺炎 你不怕吗 你不痛吗 你不在乎吗 可勾剑只是指着手中医书 说自己还得再看看 吴子絮见此 也不得不对他竖起大拇指 然后气喘吁吁的向外走去 走到门口后又转头说道 勾剑你听着 老夫上车以前 你还有机会把王后留下 等老夫出了这个大门 就什么也来不及了 可勾剑依旧无动于衷 吴子絮也没了办法 只能拂袖离去 至于月王后雅瑜 就成了他的牺牲品 惨遭折磨一整夜 而勾剑则眼含热泪 四日一早 吴子絮将王后送回 并表达了对勾剑放弃妻子 这等行为的不耻 还说他这等人就该死 可不管吴子絮怎么说 勾剑只沉默不言 吴子絮没办法只能放弃 勾剑见此默默上前 从车上抱下妻子返回奸仓 夫妻俩相对无言 伴上过后 月王后率先开口 他说他知道自己让月国受辱了 本该用死来洗刷耻辱 但是他不甘心 他不相信命运永远不公 不相信罪恶永远横行 所以他要活着 直到这一切得到报偿的那一天 勾剑听完啥也没说 只抓住妻子的手 缓缓趴在他的腿上 与此同时 吴子絮去找了那位晋国使臣 告知他 昨晚上那美女乃越国王后 晋时直接下滩在地 你们陷害我 不错 我们将你的丑闻 公主于天下 你将会给你的国君带来多大的灾祸 晋时听此差点没气哭 而吴子絮紧接着表示 想要此事不被传扬出去 那就得跟我们签订盟约 晋时还能咋办 只能答应 不知内心的吴王夫差 就签约一事 在早朝之上 对吴子絮大夸特夸 薄皮听此 却一脸不屑 阴阳怪气的开口说道 相国确实是手段高明啊 不过这手段 也不是一般人能学得来的 夫差皱起眉头 吴子絮见此双手一拱 大王 在这件事上 臣动用了岳王后 夫差不解 这与岳王后有啥关系啊 大将公孙雄默默补充 把岳王后献给晋时陪侍 夫差一听 炸了 无耻 请大王降罪 此事是臣一手操办 夫差深吸一口气 你们究竟想置寡人于何地 这么制定的盟约 不嫌脏吗 吴子絮镇定回答 自顾就没有什么干净的盟约 这种丑事 恶事 臣做了 已经无法挽回 臣愿意承担一切罪责 夫差无语 你如何承担啊 天下人只会笑我吴王夫差无德 说完他就甩袖离去 回到那店后 夫差照来薄皮 询问勾剑对此事有何看法 薄皮问道 他什么也没说 夫差闭上眼睛 叹了一口气 他第一次对勾剑产生了愧疚之心 于是他试探性的问薄皮 自己要是将勾剑放回去 那么将来他会不会反咬吴国一口 薄皮成功察觉到夫差的心思 试探性的回答 大王 就算真的放了勾剑 回头咬一口这种事 臣以为不会发生 你为何如此肯定啊 其因有三 其一 勾剑被大王打怕了 只要大王还坐镇无果 他岂敢轻易起兵呢 再就是他为奴这三年 大王这一软一硬 把他勾剑制的是服服帖帖 甚至封点了 其三 放了勾剑 即使他真有复仇之心 那也不怕 一旦发现他勾剑 有风吹草动 就立即剿灭他 夫差听完 陷入沉思 薄皮剑词转身告辞 几天后 文仲来了 他的目的不言而喻 就是针对岳王后受辱一事 心事问罪 毕竟这事 吴国做的确实不地道 夫差呢 又是个十分要脸的人 面对文仲的质问 脸面挂不住 于是当场吩咐下去 谢了大将公孙雄的职 也算给岳国与天下一个交代 事后 夫差脑中再次闪过 勾剑回国的念头 不过他也明白 向国吴子叙 铁定不会同意此事 为此 夫差很是烦恼 正巧这时 吴子叙修剑 夫差赶忙将人迎回来 而吴子叙又是老生常谈 说勾剑得杀 他如今那样子都是装胆 夫差当即表示 如果勾剑真的在蒙骗寡人 那我必将杀之 吴子叙赶忙接话 是真是假 一事便知 怎么是 正好借宋奇归国这个议题 请大王告诉他 他可以回国 一旦勾剑答应了 那他必定假装臣服 夫差点点头 是个好主意 择日不如撞日 我现在就去 吴王夫差 骑在马上开口说道 勾剑 在 寡人要下马 啊 哦 夫差剑词很是满意 踩着勾剑的背下了马 然后踏上了舞台 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勾剑 寡人今天来 就是为了宣布一件天大的好事 那就是你的苦日子熬到头了 勾剑跪在地上一脸迷茫 而夫差却环顾着四周开口说道 你们的苦日子熬到头了 寡人决定放你们回去 勾剑眨巴下眼睛 回去 回哪去 夫差一脸理所当然 当然是回你们的越国呀 勾剑听此却大吼一声 不 我不回去 我要在吴国 释放大王 夫差笑着说道 勾剑 你不要再说这种客套话了 寡人心里明白 你很想回去 想的都快要发疯了 所以寡人成全你们 放你们离开 可哪知 勾剑仍然摇头 说自己绝不回去 夫差不解 那可是你的家呀 勾剑却说 自己早就没有家了 吴国就是他的新家 再说了 他也不敢回去 说着勾剑便不停的磕头 夫差钉此 环顾四周 然后大声说道 你们都听见了吧 不是寡人不让你们回去 是你们的越王不肯回去 说完夫差便笑着向马匹走去 勾剑见此很是懂事 直接扑了过去 准备好再次当夫差的脚垫 夫差见此都有些恨铁不成钢了 直接一脚踹了过去 然后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 一位越国臣辞 见此场景 顿感悲哀 生无可恋的他 直接从高台上跳了下来 当场死亡 勾剑看着这一幕 无动于衷 反而念叨着对夫差的夸奖 岳臣们见此气得不行 而勾剑则自顾自的回到监仓 深夜 岳王后雅鱼问勾剑 为何不答应吴王返回家乡 勾剑长叹一口气 那只是夫差的试探而已 一旦我答应 这里所有人将性命不保 雅鱼这才懂了勾剑的良苦用心 于是他提出建议 勾剑笑着说 不会吧 可那只他才话音刚落 就听见了些奇怪的动静 勾剑站起身来查看情况 他的身后突然冒出一个神影 抄起剑就朝勾剑刺去 勾剑倒地 来人也被寻生赶来的吴国士兵 团团围住 而勾剑被刺杀的消息 很快就传扬了出去 向国吴子叙高兴不已 恨不得勾剑当场毕灭 可吴王夫差取急得不行 当初他可是召告天下国 不杀勾剑 现在啪啪打脸 于是他当即派遣御医 给勾剑诊治 无论如何先把命留住 怎样对待越国 怎样发落勾剑 寡人已经说得太多了 再说下去就烦了 大王可以先烦 可老臣绵绵看到 国以有为 就不能不禁剑 这叫做禁剑吗 这是在威逼寡人 大王要这么想 那就错了 到底是谁错了 勾剑遇刺 危在旦夕 吴王夫差急得不行 偏偏在这时 各国使臣又听到了消息 齐聚一堂质问夫差 这是怎么回事 夫差没法 只能说勾剑并无性命之忧 然后缴了个保护不利的罪名 并当场宣布 等勾剑伤势好转 便放他以及越国臣子返回越国 消息传到向国无子序的耳朵里 他当场暴走 为了让吴王收回成命 他将所有能够叫得动的大臣 全部聚集 然后带着他们来到王宫外 围攻静坐 说白了就是威胁 吴王夫差知道此 气得不行 当即召来亲信公孙雄 让他官复原职 并率五百金兵 将闹事者全部围住 公孙雄当即跪地 为众官员求情 并表明他宁愿 继续所平民也不能如此行事 夫差更生气了 直接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去为人 要么诸九族 公孙雄妥协了 好在夫差不是那等昏庸之人 再气也没戏昏头 虽然派兵将人围住 但也好吃好喝的招待 就这样几个时辰过去 夫差才下令请吴子序入宫敬见 其实夫差很是误解 吴子序一向是个至存高远的人物 为何偏偏在越国这件事上 执拗到听不清任何人言 可说到底 咱们对待越国怎样发落勾见 寡人已经说的太多了 再说下去就烦了 大王可以先烦 可老臣明明看到 国以有为 就不能不禁见 这叫做禁见吗 这是在威逼寡人 大王要这么想 那就错了 到底是谁错了 北境争霸是先王制定好的国策 但你却揪着越国之势不放 一直给北境争霸制造屏障 可是你与寡人心中都明白 一旦勾见死亡 中原各国的国军们就会恐慌 他们就会团结一致与寡人为敌 到那时候战争在所难免 但如今的吴国有那个国力与之一战吗 更何况寡人有事在先 不杀勾见 你非要置寡人于天下不幸之地 非要让吴国的霸业成为泡影吗 说话说到这份上 吴子序无言以对 只能同意放勾见回国 但他有个条件 就是放勾见走之前 要签订一个盟约 让越国永远在吴国的劫志之下 夫差答应了 几天之后 夫差亲自来到监仓里 与勾见签订盟约 但可惜勾见仍在昏迷 夫差见他那半死不活的模样 于是很贴心的提议 让勾见先回国养伤 伤好之后再签约 然后就迫不及待地 送勾见上了马车 理由是不能让他死在吴国 吴子序得知此消息 气个半死 不得不说 夫差可真是太过大意 事已至此 吴子序也没办法 只能窜着那个刺杀勾见的 岳臣楚姬影 让他再刺杀一次 但很可惜 这次勾见早有准备 不仅自己安全回到越国 还活着了猪姬影 岳王勾见 被宫屈膝的熬了三年时间 总算等来了吴王的松口 带着一众臣子返回越国之中 越国人民纷纷跪地相迎 高兴得不知怎么形容 勾见见此 挣扎着喜身向他们招手 总而言之 越国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 但是远在吴国的伏差 却有些忧愁 放走勾见是他亲自下的令 可这人真的走了 他又难免担心 越国会不会反咬一口 虽然在他心里 勾见是彻底废了 但是越国还有范里啊 以此人的才干 振兴越国只是时间问题 可惜 如今说啥都迟了 范里已经随着勾见回国去了 为此 伏差头疼不已 他在薄皮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心思 于是提出一个一时二鸟之计 那就是向勾见索要西施 夫差有些不解 这是为何 薄皮解释道 这西施是范里的未婚妻 两人感情深厚 但这婚约并未传扬出去 大王可以装作不知道这件事 以亲目美女的名义 向勾见索要西施 勾见定会答应 可这样一来 范里定会心生怨恨 与勾见心生嫌隙 毕竟是个男人 就无法忍受这种驱逐 二来大王您的后宫又多添一味家人 夫差听完狠狠心动 但表面上却皱起眉头 这么做是不是太下作了 大王 一点没有 越国毕竟是我们的臣服国 我们也不能太仁慈了 该要的东西一点都不能少 每年的粮草 珠宝牛羊 要个把美女 那也是天经地义的 大王应该独促他们 二十供奉 这样我吴国的威仪 才能更加彰显吗 夫差听此 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此计 薄皮大喜 当即出宫已信 再派人快马加鞭送到越国去 此时勾剑才刚抵达越国不久 仍在养伤中并未理正事 所以第一个看见这封信的乃是文仲 文仲当即进宫 禀告此事 并向王后雅瑜讨住玉 雅瑜听完也急了 要知道西施和范里的婚约 还是他签的线 所以他自然不愿意拆散这对有情人 但不管他怎么想 你想不出吴王此举友和深意 于是雅瑜只能吩咐文仲 在全国内再挑选一位美女 给夫差送过去 说不定他一高兴 这事就过去了 文仲觉得这事不靠谱 但此时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出了宫之后就开始寻找美女 没多久就找到了正旦 然后将其送往吴国 果不其然 吴王夫差不太满意 毕竟他最终的目的是 离间勾剑与范里 所以他又给越国送了封信 说这事让他很不满意 正旦他留下了 但是西施他也要 而且还要派公孙雄亲自前来接人 这下事情大发了 文仲赶忙进攻 将此事的前因后果禀报勾剑 勾剑气得不行 文仲走了 雅瑜还想再说些啥 勾剑却摆摆手 寡人知道你心软 但如今越国经不起任何折腾 所以这事只能委屈范里 雅瑜不再说话 岳王勾剑亲自出宫找到范里 问了他一个问题 范大人 如果寡人委屈你了 怎么办 范里眨巴了几下眼睛 不明白这其中深意 勾剑见此 继续说道 吴王夫差来信 找寡人索要西施 范里蹭的站起 大王 这不可 说完又跪下 再次重复 大王 这不可 万万不可 勾剑叹了一口气 寡人知道 但寡人无奈 只能答应啊 范里却说 吴王夫差不会得逞的 因为他若强要西施 只会得到尸骨两句 勾剑听此 直接蹲下 范大人 你们选择如何做 寡人没有办法干涉 也无权干涉 但是你们也要为越国着想 目前越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寡人希望你三思而后勤 说完转身离去 独留范里 久久不能平静 扮上之后 才返回家中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告知西施 西施哭得不能自给 两人都没了主意 只能深夜进宫 求见王后 请他帮忙做决定 王后 当初是你将西施 许佩玉在下 现在大王 却要将西施送与巫啊 王后 西施不愿去 王后 此事已不是范里所能决断的 范里不听从大王的 就是对大王不忠 范里若听从大王的 就是对西施不义 该何去何从 请王后示下 雅瑜看着他们也为难不已 但最终 还是动了侧影之心 他扶起西施 让其赶忙去收拾东西 乘坐车里 离开越国 走得越远越好 勾剑得知此事 气个半死 赶忙派人去将西施拦下 与此同时 吴国大将公孙雄 已经抵达 他这一次 就是来接西施的 为了大局考虑 勾剑只能当着公孙雄的面 召见范里 并询问他 西施现在何处 范里倒也坦诚 说自己将西施送走了 勾剑见此 直接吩咐下去 将范里押进大牢 毕竟公孙雄 还在一旁看着 不乏不行 紧接着 勾剑又承诺 定会将西施双手放上 公孙雄见此 给了三日之期 然后转身离去 勾剑疲惫不已 回到后宫 将吴王索要西施的 真正目的 告知岳王后雅瑜 雅瑜这才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在西施 被带回宫以后 雅瑜又去见了他一面 他告知西施 其实勾王早就派人来索要你了 但是我不忍心 还自作主张 找了一个名叫正诞的女孩 送去吴国顶替你 当时正诞苦苦哀求 说他不想去 但是为了越国 他还是含泪同意 可如今看来 就是白白牺牲 西施听词 很是震惊 他同样不解 自己只是个小小女子 为什么这么大的重担 压在他的头上 雅瑜告诉他 人活着 本来就是一场痛苦 不是经历这样的痛苦 就是经历那样的痛苦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你大概也有过而问吧 你也许感到奇怪 经历过那样的事情 往后为什么 不选择以死来洗刷 耻辱 我告诉你 我会的 但是不是在那个时候 也不是在现在 而是在未来 那时吴国 孤苏台已被我军攻占 约国旗帜 在吴国城墙上飘扬 西施听死 哭得不能自己 雅瑜却笑着告诉他 国运颠覆之下 没有个人荣辱 西施听死 越发伤心 但同时 他也做出了决定 西施来到牢里 探望范里 并告诉他 我要走了 去哪 西施 决定去吴国 范里眨巴眨巴眼睛 大王威胁你了 西施依旧面无表情 先生无需多位 只是西施以后 再也不能侍奉先生 请您擅自珍重 范里见此转身大吼 可再一回头 却发现西施早已默默离去 范里退后几步 跌坐在床榻之上 睁睁的望着远方 再无反应 而西施却在越王后的护送下 登上吴国的马车 告别故土 向着孤苏而去 夜晚 越王勾建亲临牢房 来见范里 范里心中有气 行过礼后便不愿搭理 勾建建此 自顾自的告诉他 西施已经离去的消息 范里听此 直接赐了回去 大王的事情很多 最不应该做的 就是来宽慰范里 更何况您来了 不仅减轻不了我的痛苦 反而会让我增添许多的不安 所以大王 还是让我自生自灭吧 勾建听此也不生气 笑着说道 寡人可不是为了 劝慰你来的 而是有个事 十分不解 特来请教 毕竟你可是个聪明人 范里头也不抬 大王请讲 勾建听此 边摇头 便说道 范里啊 你心中既然都明白 为何与寡人装糊涂呢 范里直接红了眼眶 王王的心思 我怎么可能不明白 只是我范里终究是俗人 哪怕有一枪治国方略 也终究无法忍受着皮肤之乳 勾建他了一口气 连连说道 是寡人不好 寡人送走西施 你心中肯定会记恨不已 若你此事选择出走 寡人不能也不会阻拦你 你是一个有才华 有套略的人 在这乱世之间 奔克一展雄才 是寡人耽搁了你 甚至让你陪着寡人去吴国 为奴受辱 寡人欠你的 范里听到这话 眼泪止不住的躺 而勾建则继续说道 你能不能给寡人 一个补偿的机会呢 其实寡人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是想与你一起住在这牢房里 范里擦干眼泪 这怎么行 勾建却反问一句 为什么不行 吴国的大牢寡人可以坐 为什么越国的大牢 不可以呆呢 说着勾建 就笑着命人把大牢锁上 紧接着 勾建又开玩笑的说道 范里啊 你好好地想想 你碰到了我这样的君王 你如果碰到其他的君王 该如何 所以 陈飞仙臣 君乃明君吗 你这可是话里有话哦 虽说是褒奖 但是仍有脚快之意 对吗 范里笑儿不语 不得不说 这勾建真 不愧是洗脑大师啊 轻而易举 就化解了范里的记恨 还让他更加仇恨无王 简直绝了 总而言之 这对君臣是和好如初了 与此同时 西施也抵达吴国 普差见了他还真就动了真心 对其好的不得了 但西施依旧愁眉苦脸 不高兴 毕竟爱情强迫不来 可消停日子还没过多久 意外又来了 而这次是因为天灾 原来这年夏天天降暴雨 还一连下了好多天 田地均已被淹 再加上吴国的太宰薄匹 不讲武德 为了吴国的良天 直接挖渠泄洪 将洪水泄到了越国之中 这么一来 吴国是没事了 但越国十之八九的土地全部被淹 后来雨是稍缓 洪水退去 可地里的粮食基本已废 勾建当机立断 命人开放粮仓 但仓库中的存粮本就不多 压根吃不了几天 也就是说 越国面临着饥荒之难 勾建头都大了 毕竟这粮食总不能凭空变出来 就在这时 大臣史买提出了一个建议 那就是借粮 向谁借 吴国呀 向吴国借粮 史买大人认为吴国会借粮是给我们吗 只要大王真正的成福 那吴王还是会借的 借粮还可以加深我越国的奴仆身份 不不 臣不是这个意思 寡人明白 史买这话虽然难听了点 但勾建还真听进去了 虽然向吴国借粮得再次舍弃尊言 但是能够救下无数越国百姓的生命 那也不是不行 于是他当即找来文仲与范粮商议借粮一事 最后决定让范粮去一趟吴国 向夫差借粮 临走前勾建再次找到范粮提醒道 西施在吴国 寡人以为你最好不要去见他 不见为好啊 范粮沉默不语 喘身出宫 朝吴国而去 吴王夫差得知他的来意 先是对越国人民深表同情 接着又对越王勾建表达了关心 但是关于借粮一事却只字不提 范粮有些着急 吃烟道如今越国已经饿死了不少百姓 且有大量灾民正涌入会计城 一旦失控 他们很有可能冲出边境来到吴国之中 给吴国带来巨大灾难 所以范粮恳请上忙 在借粮这事上务必同意 夫差听完陷入沉思 这话确实有道理 于是他让范粮先去驿馆歇息 然后与大臣私下商议此事 向国吴子叙率先发言表示不同意 然后就是重提说越国狼子野心 夫差都听烦了 问其有何证据 吴子叙一脸理所当然 当然有证据 是谁建议我吴国 劳民伤才大修寒沟 为此几乎掏空了我吴国的国力 而寒沟呢 由于河道窄浅 大型运兵船不能通过 成了一条废沟 难道这不是越国的阴谋吗 夫差听到这话骤起眉头 修建寒沟是登出范里献的气 说是这沟一旦建成 吴国水时便可直达中原腹地 对北上称霸有意 如今听着吴子叙之言好像是出了问题 他当即表明自己亲自去寒沟视察 视察过后在意 于是次日 夫差大发雷霆 然后就吩咐不匹立即停工 紧接着便派人去请郑飞 打算换换心情 可却从小太监那儿得知 他出宫找范里去了 西施也不见踪影 夫差脸色瞬间阴沉 你现在应该立即回去 在吴王面前施展你的魅力 让他拜登在你的群下 这就是我范里对你的请求 也是我越国对你的请求 好一个范里的请求 好一个越国的请求 西施真是荣幸之之 越国遭遇水灾 庄稼全毁 又无存粮可以度过饥荒 所以越王勾剑决定派范里 去吴国借粮 已经被吴王纳入后宫的西施 得知此消息激动不移 在妃子正弹的帮助下 全往驿馆见范里 求别重复了两人 紧紧拥抱在一起 西施告诉范里 在吴国的这些日子里 他无时不刻 不想念故土 思念范里 日与夜都仿佛漫长无比 范里听词 联系不已 可西施被送往吴国后宫 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大义面前 客人情感 终究只能被放弃 所以范里也只能安慰到 西施 你得么一分痛 范里虽身在月国 也感同身受 不过西施 你并不孤单 在月国 大王和王后 我们所有的月国人 都挂念着你 可西施却听不进去 这无功的日子实在是太过难熬 所以他恳求范里 带自己离开这里 范里听此 情绪却激动起来 西施 你忘了自己是为什么来到这儿的吗 你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了吗 月国需要你留在这里 西施说自己没忘 可是他实在受不了了 他想念月国 想念范里 范里听此 深吸一口气 你知道我此次是为何而来吗 月国正处在饥荒之中 灾民无数 恶福遍野 我是来吴国借粮的 原本我还打算 让你去求求吴王 可你竟是这样 西施眼含热泪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也不想见到吴王 难道要我教你吗 忘掉过去的一切 忘掉范里 忘掉西施 你现在应该立即回去 在吴王面前 施展你的魅力 这就是我范里对你的请求 也是月国对你的请求 西施哭得不能自已 好一个月国的请求 好一个范里的请求 西施正是荣幸之志 说完 转身离去 范里看着他的背影 久久沉默不语 而西施回宫以后 却发现吴王早已等候多时 原来他出宫见旧情人一事 已经暴怒 吴王自然不太高兴 好在他对西施有几分情谊 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而西施想到范里的话语 于是第一次主动提出 要服侍吴王 吴王高兴不已 可哪知下一秒就惨遭暴击 因为西施跪下求他 计量给月国百姓 吴王的心情瞬间有情转移 直接拒绝了西施的服侍 将人赶回他自己的宫殿去 毕竟对于吴王来说 这种带着交易性质的服侍 确实是有些侮辱人了 可西施到吴国以来 还是第一次遭受这样的待遇 再加上范里的话 让他大受打击 所以西施回到请公以后就病了 吴王瞬间心疼前驱探望 西施就顺势提出 要遥记祖先 吴王二话不说 答应下来 还说要亲自陪着他去 吴王陪同西施去遥记祖先 可在回来的路上 却碰上一位越国老伯 晕倒在大陆中央 西施登机上前询问情况 却得知老伯家的人全部饿死 同村的其他人也因为没有粮食 去了各地逃荒 而老伯也在回答完问题后 命丧当场 西施见词 心痛不已 他面带着哀求看向吴王 希望他能借粮给越国渡过难关 可是吴王却避开了他的眼睛 西施失望不已 转身离去 回到王宫后 他就一病不起 吴王复差 急得不行 赵来明依给其看病 娘娘 到底是怎么了 大王 也许是惊吓 也许是忧伤 这是一种奇怪的心疼 心疼 是的 如刀脚一样的心疼 那该怎么办 万病之中 心病是最难治的 吴王却看了看 面色苍白的西施 转过头就开始威胁 寡人不管这些 寡人只知道 若你们治不好娘娘的心病 那你们的脑袋 也都不用留着了 说完就打发人 下去研究如何治病 其实吴王也明白 西施的心病 无非就是因为 越国闹饥荒 也是引起 只要借粮给越国 说不定西施就能清醒 可这事朝廷大臣都不同意 他这个大王也不好一意孤行 于是夫差只能寄希望于明依 希望他们能尽快让西施清醒 可是夫差的算盘落空了 西施这一昏迷就是好几天 眼看着身体越发不行 夫差急了 他想来想去 最终决定 借粮给越国 果不其然 此事有很大的阻力 相向国吴子叙就坚决不同意 但是为了西施 夫差已下定决心 他不顾吴子叙阻拦 直接下职 借粮于越 巧合的是指引一下 西施还真就醒了过来 夫差高兴不已 越发觉得自己的决定十分正确 不过夫差虽然是真的喜欢西施 但他却并不是一个恋爱脑 粮是他借了 但是前来借粮的越国使臣范粒 却被扣下了 上网 既同意借粮 为何不放范粒硅谷 粮可以借 但是人还是不能放 这又是为何 寡人总觉得 勾建是个反复无成的小人 若寡人把粮借给他 他不还 怎么办 所以说 什么时候越国还了吴国的粮 寡人什么时候放你 范粒懵了 这茬他还真没想到 西施得知这消息急得不行 毕竟他与范粒乃是前卫婚夫妻 赤惊心里仍有彼此 于是他跪在意识厅外 求吴王犯范粒回去 但是吴王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出 于是早早下令 谁也不见 西施只能煞雨而归 而吴王则开始筹备北上争霸事宜 这次他挑选的对手还是齐国 不得不说 齐国可真倒霉啊 因而再而三的被吴王当作垫脚石 几个月后 吴国在夫差的带领下取得了爱陵之战的胜利 全间十万骑军 吴国的声望再攀高峰 夫差也意气风发 于是他一面派将军公孙雄率大军去越国催战 另一面也终于释放范粒 毕竟吴国目前的实力 他也不再怕勾剑反悔 越国闹饥荒 幸得吴国借粮才安然无恙 但这寄来的粮食终归是要还的 这不吴王夫差就已经派遣大将军公孙雄 亲自上门要斋 而勾剑将还粮这事交给文仲全权负责 文仲看着公孙雄那嚣张的模样 想出了一条诡计 那就是将粮食炒熟再还给吴国 一旦吴国用这些粮食做种 可想而知 地理不会长出一粒粮 到那时 吴国必将面临饥荒 此期虽有些对不起吴国百姓 但却会大大削弱吴国实力 将来对越国报仇血恨大有帮助 说干就干 文仲立即行动起来 但在越远送时却一不小心 被前来帮忙的越国将军戒子豹撞破 难道这两种是炒过的 没错 这个两种要马上颤进还给吴国的粮素种 还有许多 快点颁吧 于是没多久 此事便传到了无相吴子序的耳朵里 原来早在吴国为奴之时 戒子豹就被吴子序收买 做了他的内应 监视勾建 回到吴国之后 更是时常将越国的紧要消息传到吴子序手里 而收到消息的吴子序 当即进宫 将两种仪式并告吴王傅差 夫差有些不幸 毕竟在他看来 勾建可是臣服于他的 吴子序见此开口说道 越国是我仇敌绝非善类 咱得时常的拘安思危啊 如果把这五万代粮食分发给百姓 那么一年之后 我吴国的田地将会荒芜 越国也便有了可乘之机 好 那寡人就等公孙雄回来 亲自去看一看 看一看这勾建到底有没有这个胆 很快 公孙雄就带着粮食回来了 夫差遵守诺言 亲自前去查验 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 所有粮食均为好种 并无参加 吴子序懵了 连连说着 这不可能 而夫差心里也非常不妙 总觉得自己是被吴子序给涮了 于是直接转身离去 君臣之间再生嫌隙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 越国这些年的建设方针与计划 吴国军能得到第一手消息 岳王勾建便早有怀疑 自家出了问题 可是这个奸细埋得很深 他第一时间不能确定人选 勾建是心急如焚呢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得知 文仲在梁中参甲一事 于是勾建决定 来个将计就计 因为在那年代 梁食事关重大 所以梁食参甲 奸细定会给吴国传信 他只需要派人 密切监视众位大臣 看看谁在这关头 与吴国有联系 联系的人必然就是奸细 当然他还得暗中将梁食 全部都换成好的 以防吴国借此事生事 毕竟呢 吴相吴子序想灭月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所以啊 越国不能留下把柄 不过可能勾建也没想到 此举竟然还小小的 离间了吴王与吴子序 天知道他真只想 抓个奸细而已 当然了 戒子豹也如他所料 暴露了出来 直接被判了斩刑 吴子序有世上最深重的恨 所以才有最凶残的报复 如今勾建就是当年的吴子序 现在这个欲复仇者 正在磨刀祸祸 而大王你 还坐在自己的坟墓旁边 寻欢作乐 子序后悔啊 后悔当初立你福差为王 没想到你是如此的昏快 西施最近因为想家不太开心 吴王福差为了唤醒他的好心情 耗费大力气 将西施的儿时玩伴全部接近吴公里 并且复制了他家乡的风景 西施总算是露出了笑意 福差心里是甜蜜蜜呀 这消息传进月王勾建的耳朵里 他当即命人搜了一大批上好的木料 送到吴国去 福差见此很是满意 太宰薄皮也连连夸赞勾建董礼 并且提出建议可以将这批木料给西施娘娘 建造一栋独一无二的宫殿 娘娘肯定会开心 福差听完觉得此即可行 当即就命人行动起来 得知此事的相国吴子叙不满了 进宫劝戒 而今勾建竟然给您送来木材 他这就是居心叵测呀 再说了就他送来的那批木材 也不够大王修建一座公室啊 他只够为大王修建棺果 这话说的足够过分了 福差怎么接受得了 直接将人给赶了出去 要知道在这之前 福差与吴子叙已经有了嫌隙 如今嫌隙进一步加深了 这仅仅是个开始 紧接着福差与吴子叙 又因吴国北上争霸一事 政见不一 屡屡不欢而散 君臣之间的情分几乎要消耗殆尽 吴子叙甚至不再上场 福差暗耐住恼怒心情 几次派人去请 可吴子叙却说 他已经心灰一朗 没有能力再保护大王 后来更是直接关门谢客 谁也不见 福差气个半死动了杀心 毕竟天子的脸面 哪是那么好彩的 于是福差便派遣吴子叙 处使齐国 齐国与吴国有仇 福差此举是想借刀杀人 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吴子叙不仅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还将家小送往齐国避难去了 而此事 被薄匹添油加速地告诉了福差 福差大发雷霆 庚名唤姓 你与齐国狼狈为奸 早就背叛了寡人 背叛了吴国 寡人才看错了你 不错 吴子叙是把家小送往了齐国 可为什么要让我的家小 像我一样 死在这个注定要灭亡的国家呢 吴子叙告诉吴王 当初他就是因为自己的一腔仇恨 才率领吴国的军队 打到了楚国的国都 觉得楚平王墓便是三百为父兄报仇 而勾建就是当初的吴子叙 他在吴国为奴的时间每多一天 心中的愤怒就多一天 偏偏他还真就安全地离开了吴国 如今只怕这磨刀祸祸 可大王你却只顾着寻欢作乐 吴国怎能不亡 吴子叙后悔啊 后悔当初立你福差为王 没想到你是如此的昏快 福差听完气个半死 抄起宝剑就打算砍了吴子叙 幸得被太子拦了下来 吴子叙才逃过一劫 只是这次争吵 终究将二人之间最后那点君臣勤奋 彻底消耗殆尽 也就是说 吴子叙离死不远了 吴子叙与吴王夫差大吵一架 君臣俩彻底走向末路 而作为臣子与君王为敌 便只剩下一条路死 吴子叙深知这个道理 回到家后便在府内挂上白布 既为自己吊丧 也为吴国哭 因为吴子叙明白 自己死后便再无人防备勾剑 吴国也终将灭亡 而另一边 王宫之内父差召来伯匹 扔给他一柄剑 伯匹不明所以 父差直说 将此剑交给吴子叙 这是何意不言而喻 伯匹有些吃惊 但也不敢不从 连夜就来到了吴子叙的府邸 将剑送上 吴子叙拿起剑 连连赞叹 好剑 紧接着又抬起头询问伯匹 伯匹 当初老夫与孙武辅佐大王 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国 回国后 我本想将功劳都让给孙武 可他却辞聚了大将军之位 却往山山老林写 他一直想写的兵书 我很不解的问他 你有今天的本领 为何不与我一起辅佐先王 完成霸业呢 孙武回答 霸业是有限的 但是兵书可以传于万事 是无限的 和这样的能臣在一起 有什么事玩不成 而你薄皮 你的当初不过是个 隐隐狗狗的小人 靠着钻银和拍马屁 一路坐上如今的太宰之位 你的当初 今天和将来 不过是老鼠的一生 我相信你会得到老鼠的幸福 老鼠的荣耀 但归根结底 还是老鼠 而我吴子叙 因为当初立志要帮助吴国称霸 于是忍住恶心 与你这样的一个老鼠 共事到今天 吴子叙叹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历史将会记下 这个黑暗的夜晚 千百年后 当人们说起忠臣 说起为君王 而愚蠢去死的时候 必有我的名字 我匹听完 沉默不语 而吴子叙又对 泪流满面的公孙雄说道 我拜托你一件事 那就是在我死后 麻烦你挖住 我的双眼 挂于蛇门之上 让我亲眼看着勾剑 是怎么样率军杀尽古苏 再把我的尸体 裹上鱼皮 丢进大海 让我随着汹涌的潮汐 回来看看 吴国的灭亡 公孙雄 含泪答应 而吴子叙则捧着剑 向外走去 边走边自言自语 昔日 先王不立夫差为王 是子叙力争 夫差方四王位 原来大好的吴国 竟是葬送在我手上 说完吴子叙拔剑自吻 当场死亡 令人唏嘘不已 而吴子叙死亡的消息 很快传遍各国 引起众多讨论 其中 岳臣范李感受颇多 吴子叙于岳国而言是敌人 但对于吴却是忠臣 可往往忠臣得不到好的下场 这事也为后来范李归隐 埋下伏笔 公元前484年 吴子叙被迫自吻 诺大一个吴国 再无人敢不分场合地劝解夫差 于是理所当然的 夫差开始膨胀起来 连年征战劳民伤财 可夫差却完全看不到这些 他都等不及吴国恢复元气 便急匆匆召集中原各诸侯 与黄池煞雪会蒙 当然夫差虽然狂妄自大了点 但也不傻 临走前还特意给岳王勾剑送去了封信 让勾剑率大军随他一同去黄池 这是害怕越国会趁着惠盟之时 在后方给吴国捅刀子 所以为了万无一师 就想着干脆把人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可夫差不傻 岳王勾剑也不笨呢 他也明白 此次是突袭吴国的好机会 于是他打算来个将计就计 因此收到夫差来信的勾剑 立马将全国上下所有兵力全部组织起来 但是接下来便按兵不动 眼看着离定好的惠盟之间越来越近 远在吴国的夫差有些着急了 他开始怀疑越国是真的有二心 甚至已经打算在惠盟之前 先率军将他越国给灭了 可就在这时 越国大军动了 夫差松了一口气 既然越国要出兵了 我们就不要再等了 明日起兵 告诉勾剑他们 可以从我吴国境内穿过 一定要与我军迅速会合 然而夫差不知道的是 勾剑此次出兵的目的是灭吴 在正式出兵的那一晚 勾剑秘密召开世事大会 将士们二十多年了 一个念头 始终没有离开过寡人的心 那是什么呢 是复仇 为民伙 仇仇仇仇 之后勾剑便连夜带着这八千人马 向着吴国的王城前进 没几天便抵达目的地 范里走上前去 对着城墙上的吴国太子有高声说道 我军来迟 请太子殿下恕罪 太子有见此反倒不好说啥 只让他们尽快赶往黄池与夫差会合 可范里却说 我军舟车劳顿疲惫不堪 所以想请您允许我们进城歇息 再说了 我王为吴王准备了些礼物 也想一并烧进城去 太子有终究还是太嫩了 于是答应下来 并且命人打开城门 可城门一开 越国大军便一拥而上 太子有见此场景急了 连连怒骂 然后直接被越军拿下 拉下去砍了 手机被送到了吴国大臣王孙洛面前 王孙洛悲痛不已 太子殿下 臣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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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但事已至此 王孙洛也只能一面召集全部兵力固守王城 另一面派人给夫差送信 请他速速回原 可此时正是会盟的关键时期 于是薄皮自作主张将消息瞒了下来 直到吴国争霸成功后 才向夫差禀报 夫差大发雷霆 但也只能匆匆点兵杀回孤苏 吴国的都城就这么不堪一击吗 吴国的都城应该是固若尽烫的 大王说的不错 虽然是吴相国都造的 却防不住叵测的人心 吴王夫差率全部精锐前往黄池争霸 岳王勾剑抓住时机 率四万大军偷袭吴国大本营 最后直接占领 孤苏城砍了吴太子有的头 夫差收到消息 率大军杀了回去 而俗话说的好 哀兵必胜 于是粤军有些不敌 勾剑当机立断 命大军全部从南门撤退 放吴军进城 夫差朝着王公走去 见到了狼狈不堪的王孙洛 他怒吼着质问 我们的都城就这么不堪一击吗 吴国的都城应该是固若金汤的 王孙洛一脸苦涩 大王说的不错 都城确实固若金汤 能防得住敌人袭击 可他却防不住左侧的人心 更重要的是 是大王告诉城的 勾剑已经臣服 已是大王邀请勾剑 前往黄池会盟 于是勾剑来了 太子殿下满心欢喜地前去迎接 可却中了勾剑的毒计 一命呜呼 夫差听此再也忍不了了 王孙洛告诉夫差 当初吴子虚死的时候 他就该死了 可他没死 孤苏城破石 他也该死 可他还是没死 他率军抵抗粤军数十日 也只是想为大王保住宫中老幼 如今大王回来了 他也算是对大王有个交代 交代 大王 王孙洛 向吴国谢罪了 就这样 王孙洛自问而亡 可夫差却没时间伤心 他派公孙雄去给勾剑送信 信中表明 自己要与勾剑决以此战 希望勾剑能率军先退实力 让吴军能出城列阵 原来啊 在夫差率军进城后 勾剑便立刻让大军将孤苏城团团围住 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困死无君 所以勾剑看到公孙雄送来的信 笑得十分讽刺 他告诉公孙雄 大将军 现在你和夫差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至于怎么战 完全取决于寡人 公孙雄只能原路返回 这下打是打不成了 夫差只能另想他烦 而想来想去 他决定 让勾剑率领一支精英小队突围 前往各国求援 勾剑得知此消息 不禁不阻止 反而下令 主动撕开一个口子 放勾剑出去 因为勾剑明白 吴王夫差勃勤寡义 没有人会愿意帮忙的 可夫差却看不清这个事实 时间一天天过去 吴国粮草已经耗尽 孤苏城内几乎成为炼狱 大王 陈首相病毒 已经三个月未吃 陈中颗粒皆无 连仓鼠都被灼吃干净 有些老百姓已经一字二十 夫差听完心里不是个滋味 而就在这时 牵去求援的薄皮回来了 果不其然 他辗转各国受尽白眼 却连一个士族一粒粮食 都没能带回来 夫差四笑四哭 他明白 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 如今唯一能做的 只有投降 夫差啊 你要记得 从今天起 吴国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 都是我越过的了 你的臣民将是寡人的臣民 寡人定会善待他们 但是 无业边境的戒碑 不会存在 因为 吴国将不会存在 吴王夫差 求援失败 走投无路的他 决定向月王勾剑投降 他派遣薄皮来到月国营赵 送上你好的义和书 并且请求勾剑能保住 吴国宗庙与朝堂 只要答应这个条件 吴国便遵月国为主上 月王为上王 可勾剑深知 斩草不出根的后果 于是果断拒绝了这个请求 夫差想义和 称心妄想 紧接着 他又对着薄皮说道 夫差这个人心中有太多的仇恨 太多的愤怒 所以由他带领的吴国 会搅得这个世界不得安宁 但是寡人得感谢他 致他的愚昧让寡人清闲 致他的残暴让寡人有了良知 致他所做的一切让寡人 图穷立志 说完勾剑抽出宝剑 扔到薄皮面前 让其自裁 并将他的人头送进姑苏城中 夫差最后一次希望彻底破灭 吴国再也没有机会了 他拿着宝剑跪在王座面前 开始忏悔 他后悔当初不听劝诫 放勾剑一命 他后悔放勾剑回国 他更后悔自己听信谗言 杀了一心卫国的吴子叙 但此时说啥都晚了 夫差也打算以死谢罪 可就在此时一声惊鹤响起 诺夫 你是个诺夫 难道 你就这么看着 你那些可怜的臣民 而不顾吗 难道 你要让吴国人 因为你的懦弱 而吴家可归吗 夫差缓缓放下宝剑 难难自愈 那就暂且留下这条愚蠢的性命吧 次日一早 夫差主动打开城门 放勾剑与越军踏进姑苏 并跪倒在地 表示臣服 他还请求勾剑对吴国臣民网开一面 勾剑走到他面前开口说道 从今天起 你的臣民也将是寡人的臣民 寡人定会善待他们 但是 午夜边境的戒碑不会存在了 因为 吴国将不会存在 夫差听完啥也没说 双手奉上那柄天子剑 勾剑正中接过 而夫差则转身进入大殿 自尽身亡 公孙雄也随之意齐 勾剑见此 命人厚葬吴王 然后对着越国士兵们宣布 你们可以回家了 此话一出 将士们跑着闹着 笑着叫着 而勾剑则含笑看着这一幕 与此同时 范里已经找到西施 并提出要带他离去 西施本不愿意 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事情 早已回不到当初 可范里却说 时光会冲淡一切 他们也可以重新开始 西施感动 决定和范里隐居山林 两人乘着一夜偏舟 消失在烟波浩渺之中 只给世人留下一段美丽的传说 而另一边 得知越国胜利的越王后雅裕 选择了自尽 当初她被晋国使臣侮辱之时 她就想自尽 可因担心勾剑没能死成 如今越国学耻 她的心愿已成现实 她也能安心离去 而勾剑卧心长胆二十年 成功复仇的故事 也从此流传世间 后世普松林赞约 苦心人天不负 卧心长胆 三千月甲可吞吾